纪良是宋金兰舅舅荣衡的好友 天下第一剑客 当年宋金兰被选做质子送往大陵朝 荣家满门担忧的都是荣家虔诚福音 只有荣衡一人担心外甥的安危 于是一步一礼 清拜苍松山 请纪良出关保护宋金兰 说是好友 其实两人的交情并不深厚 不过是纪良年轻时曾遭人暗算 被荣衡搭救 剑客重义 欠了荣衡一条命 是无论如何也要害的 自五年前出关下山 便一直暗中跟在宋金兰身边保护他 虽是大陵皇宫 但他的武功造诣早已真化尽 天底下莫击人是其对手 在王城出入如入无人之境 要不是前几年宋金兰被人加害掉入深井 纪良不得不现身相救 恐怕连宋金兰都不会察觉他的存在 不过自打那日之后 宋金兰就开始随他习武 纪良没有收徒的打算 但见他天赋惊人 平时也愿意在夜里现身指点一二 现身的次数多了 宋金兰对他的称呼就从一开始的 纪大侠 变成了 纪先生 后来又变成了 纪说 纪良也莫觉得哪里不对 他一生习武 犹如剑痴 无妻无子 宋金兰这么喊他 他心里其实还挺高兴的 所以 后来宋金兰若无其事 拜托他在这宫中 四处偷听墙角 作为天下御赞一代剑客的伎俩 好像也没觉得 哪里不对 甚至还养成了习惯 前月是师父的忌日 他回苍松山拜祭 离开两月至今才回来 一回来 就自觉去朝阳宫厅墙角了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天东把热水烧上 进屋看到墙边有个人影 还吓了一跳 带反应过来 顿时惊喜道 季先生 你回来了 殿下刚来大灵朝那两年 几次危在旦夕都化险未夷 后来才知道 是这位季先生暗中相助 有季先生在 他才觉得安心 季先生不在这两月 天知道 他有多么的提心吊胆 季梁略一点头 脸上神情冷冷的 趁着怀里那把寒剑 格外的不近人情 但天东知道 季先生就是外冷心热 也不在意 傻乎乎笑了会儿 又跑出去 给季先生煮热茶 回来的时候 正听到自己殿下问 季叔听到朝阳宫和事 因为三公主灵溪 总是找宋经兰的麻烦 朝阳宫在季梁眼里 也是重点 观察对象 天东立刻竖起耳朵 神情严肃 却听季梁道 与你无关 灵溪是有一段时间 莫来找殿下麻烦了 既然与殿下无关 那也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宋经兰却凝了下眉 不知想到什么 问季梁 是明月宫 季梁有点惊讶 但他惊讶的神情也很淡 不是熟悉他的人 完全看不出 他的表情有变化 是 天东亚然道 五公主 他们要对付五公主 季梁看了他一眼 五公主 天东热情道 季先生 你不知道 你走的这两院 又有位公主 看上了我家殿下 季梁 送金兰 天东悠然不知 继续热情解释 这位五公主 跟三公主不一样 人是极好的 你看 这屋内烧的银炭 就是他送来的 他还给我们殿下 送了点心和护手霜 对了 季先生 你不知道 护手霜是什么吧 就是 宋金兰不得不出声打断他 天东 天东这才闭嘴 宋金兰才又转头 看着季梁温声问 既说 他们打算做什么 季梁脸上没实抹表情 一五一时把听来的话 都转述了一遍 宋金兰神情还是浅浅的 天东却是在旁边 听得目瞪口呆 等季梁说完 忍不住骂道 这也太恶毒了吧 宋金兰若有所思 季梁看了他一会儿 问 你要帮他 宋金兰没说话 只狠浅地笑了下 季梁摇头 这不像你 宋金兰俯身拿起火钳 加了加炉里的银炭 让他燃得更旺一些 弄完了 他伸手在炭炉上空烤了烤 手上干裂的口子 已经愈合了不少 被火炉烤着石 融散出淡淡的白莓清香 他抬头笑问 既说 暖和吗 既量点点头 宋金兰看了眼忽明忽暗的火星 笑了笑 我也觉得很暖和 林飞鹿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有人砸他的窗户 碰 碰 碰 像是石子打在窗帘上 他起先还以为在做梦 睁眼时还愣了一会儿 满是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但唯有石子砸窗的声音 愈发清晰 不紧不慢地响在窗边 他蹭得一下翻身做起 本来下意识想喊人 但不知为何 话到嘴边又顿住了 他下床穿鞋 摸黑气开窗 走到窗边时 声音骤然停了 等他拉开栓子 推开窗户时 一颗石头 从他耳边呼的一声飞进来 落在了屋内 落地时还弹了几下 窗外一轮冷月 枯枝像剪影投在夜空 细细的碎雪随着风飘进来 冷得他哆嗦 他什么也没看见 那声音也没在响起 他回头 借着一缕清月 看见落在地上的石头 林飞鹿悄悄关上窗 走过去把石头捡了起来 石头上包着一层白布 他把白布取下来 没长灯 而是走到燃着银炭的炉边 借着火光 看清上面的字 光线太暗 不太好看 那字迹也歪歪扭扭的 他费了好大功夫才看完 夜里寂静无声 只有探炉石儿 见起一抹火星 碎在窗外 若有若无的风中 林飞鹿看完一遍 缓缓将白布捏在掌心 捡起那块石头 走到窗边开窗去看 外面依旧什么也没有 他压着小气音问 喂 能听见吗 回答他的 只有风雪 他看着夜里的迷雾 也不管有没有人听见 轻声说 谢谢 林飞鹿将石头扔出去 然后关上窗 走到火炉边 将那张写满自己的白布 扔了进去 火光铁事儿上 白布很快燃烧起来 在半空中 窜起一抹火苗 映进他轻忧的瞳孔 一月天亮 林飞鹿悬睡着 听见打扫庭院的云幽 在外面惊讶到 窗外乃来的震膜多小石头 秦烟说 别是老鼠吧 爱你别用手 当心脏 快 快扫了这烟渣东西 林飞鹿在被窝里翻了个身 下午十分 知警房送了不少新冬衣过来 都是之前林念之让他们改的衣服 既然是一开始 做给长公主的衣服 紧当花色样式 当然都是最好的 现在改小给了五公主 依旧样样不落俗 林念之送她的那张雪糊皮 也做成豆篷一并送来了 豆篷用了大红色的料子 摆上绣了几只梅花 雪糊的毛又白又软 纯粹的 没有一丝杂质 做成了领子和帽颜 保暖又好看 萧兰一见就喜欢的不行 连忙让林飞鹿试穿 她皮肤白 穿红色尤为好看 穿着红豆篷 走在雪地里时 漫天雪景都好像成了陪衬 云幽忍不住道 小公主生得真是好看 中年燕便穿这件豆篷吧 萧兰起先还笑着 听到这话笑容淡下来 轻声说 不宜出风头 云幽一惊 这才到 娘娘说的是 萧兰给自己和林飞鹿 准备的中年燕服饰 都很简洁清雅 一律以青蓝白为主 既不失雅致 也绝不抢眼 贤飞赏的那些首饰珠宝 她莫怎么用 还被林飞鹿要了一半走 萧兰也莫问她 要这些做什么 女儿现在俨然已经是她的主心骨 中年燕是后宫飞瓶的宴会 皇后礼佛 一年也就办这某一次宴会 自然是要办得盛大隆重 不仅有飞瓶现役 还安排了烟火秀 这年头烟花可不常见 不提形状颜色 能冲上天已经很厉害了 林念之就爱这些 说起来眉飞色舞的 林飞鹿十分捧场 好厉害哦 好想看哦 林念之骄傲的像烟花 是她制作的一样 等酒宴结束 所有人都会去天心院赏烟花 到时候你就跟着我 我们站最好的位置 林飞鹿连连点头 很快就是中年宴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受邀的各宫飞瓶 按时赴约 林飞鹿牵着萧兰 一步一步走进宴殿 脸上有属于 这个年纪小女孩的 好奇和喜悦 个宫的位置 是按照位分来排的 萧兰几乎算是 所有受邀嫔妃中 最低的一个 毕竟在她之后 就只有一个淑女了 林帝近两年操心国事 没有再选美人 所以也没有成宠的新人 以前但凡受点宠的 都早已经生了 再不济 也是个才人 所以萧兰的宴桌 就在靠近门口的位置 宴殿又大 分左右两排 最上面是皇帝和皇后 林飞鹿算是势力好的了 往桌子那一座 抬眼都看不到人 连飞味的都看不现 更别说在网上了 她还想近距离 观摩观摩两位贵妃的风姿 以及非常牛逼的皇帝呢 结果啥也看不到 抬眼望去 乌泱泱的 全是插满首饰花的脑袋 百花争宴也不过如此了 皇帝怎么能有这么多女人呢 这还只是受宠的 睡得过来吗 三声钟响 中年宴正式开始 别说人看不到 就是皇后皇帝 在前面说了些什么 林飞路都莫听清 门口这位置风大 吹得呼呼的 皇帝皇后 毕竟还是注重仪态的 也不可能扯着嗓子吼 萧兰第一次参加 这种规模的国宴 倒是不显地紧张 别人起身他便起身 别人敬酒他便敬酒 最后李璧落座 就低头不语 安静吃饭 给林飞路加菜 旁边的飞瓶都知道他不受宠 是靠着贤飞 才有资格上殿 也没有主动来攀谈 只不过对他身边的五公主 倒是有些好奇 多有打量 母女俩都做肃镜打扮 却丝毫掩不住天生励志 特别是这位五公主 不过五岁大的年纪 却生得这般精致可爱 若是叫陛下见到了 指不定多喜欢 不 心中酸酸的飞瓶们 又转瞬否定 见到他陛下 就会想起那个傻子 那可是陛下心中的一根刺 不然以萧兰的美貌 何至于此 思及此 飞瓶们艳羡的目光 就也无趣地收回去了 巫女很快上殿 开始献议 席间公愁家座 言笑艳艳 皇子公主们都坐在自己母妃身边 林景渊那几个林菲璐 是看不到了 将将能看见平威的静平和灵溪 她看过去的时候 恰好灵溪也在看她 隔着满是月升色影 其实并不能看清她的表情 但林菲璐依旧感觉到了 她视线里的恶毒 她歪着脑袋笑了下 端起茶杯 摇摇朝灵溪一静 舞女表演完 又有飞瓶上去现役 弹琴跳舞的都有 林菲璐感觉自己看了一场元旦跨年晚会 可惜只有美女 没有帅哥 她突然有点想念 自己曾经追过的仔了 酒宴结束时 天也大黑了 正是赏烟火的时间 林帝提前离席 她似乎国事繁忙 举着酒杯又说了几句话才离开 林菲璐觉得怪像领导致词的 她一走 之前还谈笑丰盛的酒宴 秃地就安静了不少 毕竟皇帝都走了 表现给谁看呢 皇后健壮 起身吩咐道 走吧 随本宫去赏烟花 学景赏烟火 不失为一桩美檀 赏烟火的天心院距离宴殿 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走过去的这一段路早就 被工人们挂上了花灯 不仅亮堂还好看 也算是一道夜景嘛 坐在守卫的林景渊早就迫不及待 皇后一离席 她一路横冲直撞 就跑到墨席来了 萧兰正在替林菲璐祭豆棚 林景渊喊 小鹿 我们一起去看烟火 林菲璐歪着脑袋软声道 好呀 和皇长姐一起 林景渊怪不情愿的 谁要跟她一起啊 但见林菲璐笑眯眯的样子 也就反驳不了了 无奈妥协 好吧好吧 那就一起吧 你吃饱了吗 我还揣了两块糕点 一会儿边看边吃 林菲璐乖乖点头 正值此时 店外突然跑进来 一个眼生的宫女 她容色有些着急 四处张望一番 看到萧兰时脸上一喜 急步朝她走来 走近便道 见过蓝贵人 蓝贵人可还认识奴婢 萧兰跟林菲璐对视了一眼 而后转过头温声道 我静不识 不知你是 宫女喜道 贵人不识也正常 奴婢本是萧家本家的丫鬟 后来被萧夫人 赐给了谢家姑母 后来谢小姐入宫 被封了淑女 奴婢便也随谢淑女进宫来了 一直在她身边伺候着 林菲璐快被这关系绕晕了 萧兰倒是一喜 道 你是母亲身边的丫鬟 我也听说过敏儿进宫的事 只是这些年身体一直抱恙 不曾去拜访过 那宫女也笑道 是的 淑女也总惦记着贵人 说起两人小时 姐妹情深 说罢脸上又是一忧 只是淑女入宫便未得灵性 也无脸来献贵人 还请贵人见谅 萧兰温柔道 怎会 都是一家姐妹 你找我可是女儿有事 宫女这才说明来意 一脸喜色 贵人不知 是淑女的母亲进宫来了 还替萧夫人带了话和信件 萧夫人托夫人 务必亲手转交给贵人 奴婢可不来请了 萧兰一正 脸上竟有几分动容 你 你是说 母亲托姑母来看我了 宫女道 是啊 贵人快随奴婢去吧 自萧兰诞下 失傻 导致失宠 萧家便与她断了往来 她与父母也多年未宪 连书信往来都没有 此时听说萧母带了话 岂不震动 想来大概是听说 她近来与贤妃交好 有负宠的可能 才有此一举 可尽管如此 萧兰还是很激动 转头对林飞露道 陆儿 你先随四皇子去看烟火 我去献献姑母 林飞露一脸乖巧 好 两人相视一笑 萧兰便随那宫女离开了 林景渊在旁边早等的不耐烦 拉着她手腕就往外跑 飞瓶们按照位分 井然有序地离开 倒也刚走不久 边走边闪花灯夜景 时而笑语连连 林飞露追上队伍 笑眯眯跟林景渊说 景渊哥哥 我们来玩踩影子游戏吧 谁先踩到对方的影子 谁就赢了 可以找对方要一个礼物 林景渊皮猴似的 好啊 说吧就来追她 两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前方有宫女端着茶酒走过 见到飞瓶过来 都规矩地立在一边行李 等他们经过 林飞露从其中一个宫女身边 跑了过去 林景渊也跟着追 不知怎地撞到宫女 那宫女身子一歪 端着的茶酒 尽数洒在从旁走过的 景渊身上 宫女慌张下跪 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景渊新做的衣服 全被打湿了 憋着一肚子火 但撞人的是四皇子 贤妃在前边看着 又是大好的日子 皇后向来宽容 她不敢过分苛责宫女 只能忍了 皇后温身宽慰 不碍事 烟火还有换时间 景渊先去换身衣上来 警方失衣伤身 静平行了下礼 是 身边的宫女便领着她去换衣服 临走时 她有些奇怪地 朝前方远处的竹林看了几眼 像是有些急切 又有些期待 但湿了的衣服穿在身上 实在不舒服 只能快步跟着宫女离开 林飞鹿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很轻地笑了一下 从此地到天心院 一路幽到蜿蜒 以这些飞瓶小巧的步子 得走半个小时 林景渊方才撞了人 贤飞便不准 她再乱跑 把她聚在身边 倒是林念之 偷偷从前边溜出来 跑到后边 跟林飞鹿走在一起 大家一路说说 笑笑赏花灯 快到天心院时 旁边不远处的花林里 突然传出一声叫声 这叫声转瞬即逝 而后便只剩下 速速作响的小动静 行走的队伍一停 皇后在前边皱眉问 方才是何声响 大家都摇头 纷纷招花灵那边打量 花灵多树枝 隐隐冲冲的 皇后吩咐身边的工人 去看一看 两名工人便提着灯笼 往那边走 走近了 灯光照过去 当即是一愣 惊得灯笼都落在了地上 又赶紧捡起来 手忙脚乱地爬了回来 大家见状越是惊奇 皇后皱眉道 看见何物 那工人颤抖着说 回 回皇后娘娘的话 好像是 是一男一女 她话末说完 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 一男一女 深夜花丛 还能是在干石魔 皇后脸色一沉 力声道 是何人胆敢再此于了工尾 给本宫拿下 旁边几个太监都冲了上去 很快将花灵里的 一男一女压了上来 大家定神一看 眼珠子惊得差点落下 那女的 居然是静平 此时的静平 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但外衣凌乱 发际也散着 脸色潮红 眼里泪光连连 像刚跟人云雨一番 叫人不忍下眼 而那男子 则做侍卫大打扮 也是外衣进退 低着头 沉默不语 皇后差点气晕过去 捂着胸口 半天莫说出话来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有静平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哭着喊 皇后娘娘救命 平妾方才途径此处 被贼人掳进花铃 差点 差点 她连连磕头 求皇后娘娘 给平妾做主啊 皇后顺了半天气 才终于说出一句 完整的话 为何救你一人 你身边伺候的宫女呢 静平哭道 被这贼人打晕了 听闻此话 旁边一直低着头的侍卫 突然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一抬头 在场众人才看清她的脸 并不像想象中 凶神恶煞 反而透着一丝俊朗 侍卫脸上神情十分复杂 只一眼 又低下头去 若真是贼人 能是这个表现 在场的人 心中顿时起了疑 静平哭着磕头 求皇后娘娘做主啊 皇后沉默着不说话 毕竟这场面冲击力 实在太大了 静平心中知道 就算今日 他们信了自己的话 从此 自己在这后宫 也再无立足之地了 灵帝更不可能再宠信她 这一招太毒 本事 本事她为萧兰安排的 她猛地偏头 看向旁边的侍卫 眼神怨毒无比 是你 你这畜生下剑匹子 故意陷害我 此时此刻 她已然明白 自己设下的这个计 被对方将计就计了 本来应该在竹林里等着的侍卫 出现在了花林 故意被她派人引去的萧兰 不见踪影 反而是她 亲自上演了自己安排的这场戏 怎么会 怎么可能 是谁 是谁破了她的计 静平方寸大乱 一边嚎哭咒骂 一边对着身边的侍卫 拳打脚踢 而她只是沉默着 低着头一言不发 突然 静平余光 看见人群中 有个小小的身影 端端立在那 花灯眼映之下 小女孩 神情乖巧可爱 像是察觉自己的目光 她抬眸看来 极轻地笑了一下 那分明是乖巧 又漂亮的一个笑容 静平却被这笑 吓出了一身冷汗 狡辩的字眼 都卡在了喉间 怎么会 怎么可能 这不过是个 乳羞未干的小丫头而已 怎么可能破了她的技后 又反江一军 若真是如此 这哪是什么小孩 分明是恶鬼才对 是了 一切都是从那一日 灵溪推她下水开始 她当然知道 女儿推人下水 差点淹死对方 也知道那丫头发烧昏迷不行 等这丫头再醒来 紧接就是灵溪撞鬼 她宫里闹邪碎 尸宠 禁足 以至如今的陷害 接踵而来 可不 就像恶鬼复仇所命 静平此刻已然失魂落魄 连灵溪扑上来哭着喊她 都莫反应 趁着她发愣的空荡 宫人又在花灵边上 找到了那名被打晕的宫女 这宫女 是一直在朝阳宫服侍静平的 被人唤醒之后 还愣了一会儿 待看见眼前场景 脸色一白 立刻跪下了 皇后立声问道 本宫且问你 方才发生了什么 你又是如何晕倒的 从十招来 宫女压根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哆哆嗦嗦 把刚才的经过复述一遍 奴婢 奴婢 方才陪着静平娘娘 赶往天心院 途径此处时 突然听见花灵钟 有 有人唤娘娘 娘娘让奴婢等在原地 奴婢便一直站着 不知为何 突然就被人打晕了 阮贵妃插嘴问 这么说 静平是自己走过去的 你可看见 是谁喊她 这宫女 一直安分守己 哪见过这阵仗 丝毫不敢撒谎 哭着道 奴婢莫看见 只听见是个男子的声音 这可跟静平刚才所说不一样啊 这哪是被掳 分明是自己走过去的 皇后脸色 已经很难看了 她管制的后宫 竟然发生这样一遍 会之事 还被人当场撞见 实在有事天界颜面 静平此刻 终于从林飞路 那个恐怖的笑容里 回过神来 听到宫女原话转述 疯了一样 尖叫着去打她 剑壁 胡说 你诬陷我 你们都诬陷我 她是看见 本该在竹林的侍卫 却出现在花林 一时大惊失色 才走过去 质问她 为何擅自离开 却不料 侍卫骤然出手 打晕宫女 还将她掳到林中 捂住口鼻 可这话 要怎么跟皇后说 说她设计陷害 萧兰却反被陷害吗 宫女哭得不行 连连磕头 现场一时十分混乱 皇后叫宫人上去 将静平置住 声音还维持着阵点 又立声责问 一直在旁边不吭声的侍卫 你是在哪处当职的侍卫 跟静平适合关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过去 侍卫面色有点白 却比静平理智多了 只见她双拳紧握 紧紧咬着牙 过了好半天 才下定决心似的 朝皇后一颗头 属下不认识静平娘娘 方才一时鬼迷心窍 才卤了娘娘 属下愿以死谢罪 说吧 她转头深深看了还在哭闹的静平一眼 竟是不等众人反应 突地拔出自己腰间佩刀 自吻了 那动作太快 都没人反应 过来去拦 在阵阵尖叫声中 鲜血飞进而出 侍卫轰然倒地 她眼睛还固执着睁睁 朝着人群中看来 最后不知落在何处 竟笑了一下 然后再无气息 目睹一切的嫔妃们 吓得花容失色 甚至有当场吓晕过去的 皇后也莫料到 事情竟会是这个走向 现场混乱不堪 好在巡逻的静卫及时赶到 各公公人都赶紧带着自家主子离开 支流下静卫处理现场 林飞路就走在最后面 混乱人群中 她一动不动 看着静平被押走 又看向那具被抬走的尸体 最后还是林婷拉了她一把 用温热的手指捂住她眼睛 低声说 别看了 走吧 她有些呆呆的 林婷没看见她身边的宫女 本想亲自送她回去 但阮贵妃也吓得不轻 直在那里问大皇子在哪 林婷只能让身边的宫人 送她回明月宫 半路就遇到来接她的青烟 青烟跟芸汐宫的宫人道过谢 才牵过林飞路的手 往回走 心有余悸道 公主 奴婢听说出了人命 可吓死奴婢了 林飞路找回自己的声音 母妃呢 青烟道 娘娘今日晚宴饮了酒 有些头疼 早些时间就回宫了 听说出了事 赶紧让奴婢来接你 公主莫瞧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现在消息还莫传开 林飞路默默摇了摇头 回到明月宫时 萧兰已经一脸担忧地等在门口了 看见她回来 赶紧走过去 一把抱起她 安抚似的拍了拍她的后背 走进了屋 林飞路埋在她井窝 进了屋好半天才说话 母妃 她死了 萧兰身子有些抖 只抱着她不说话 她又说 她死前看着我 是在提醒 我和她的约定 萧兰不知是怕还是难受 眼泪流了出来 牙齿却咬得紧紧的 不怪陆 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只是为了自保 是她要害我们 今日不是她 死的就是我们 林飞路搂着她脖子 很累很累地叹了生气 最后才小声说 母妃 我第一次看见死人 有点怕 萧兰紧紧抱着她 路儿不怕 有娘在 她点点头 等两人都稍微镇静一些 才又问道 母妃 那个宫女可有发现你的异样 萧兰摇摇头 没有 我借口头疼 摆脱了她 不过明日静平的事情传开 她应该会有所察觉 林飞路笑了下 那又如何 难道她还敢说出事实吗 恐怕再也不敢 灯我们明月宫的门了 哪有什么萧夫人萧姑母 不过只是骗萧兰出去的借口 知道萧兰这些年私母心切 便用这理由 将她骗去赏烟火会突进的竹林 静平安排了侍卫藏在里面 时机一到 便将萧兰拖入竹林 如果不是有人扔石子 将此事告知林飞路 今晚被仲飞平当场捉奸的 就是萧兰了 静平这一手 根本没有给他们留活路 她不给他们留活路 也就不要怪她 心狠手辣 以牙还牙 林飞路找到那侍卫的时候 她一开始并不承认 直到这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 镇定自若地说出计划的细枝末节 她才渐渐慌了 她进宫当职 是为了她从小相依为命的两个妹妹 其中一个妹妹已经死了 如今只剩下一个 在静平宫里当差 为了保护妹妹 她只能任由静平差遣 林飞路还记得自己问她 你妹妹无辜 我母妃就不无辜吗 用这样恶毒的法子 害我母妃 害我哥哥 害我 甚至会连累我肖家整个家族 你不为此愧疚吗 那视为不说话 只是不停地朝她磕头 她并没有恼怒 而是浮起她诞生道 何况静平那样狠毒的人 你真的相信 她今后会好好待你妹妹吗 你陷害我母妃 自己也难逃一死 你一死 这世上便只剩你妹妹一人 静平并不确认 你是否有将这个计划告诉你妹妹 你觉得待你死后 她又会如何对你妹妹 侍卫听得冷汗沉沉 她关心则乱 被林飞路一言点醒 才知自己走的是绝路 可已然无法回头了 她不做 静平依然会找其他人做这件事 而已经得知这个计划的她 甚至她妹妹 以静平的手段 绝无可能放过他们 所以她答应了林飞路的反见计 因为林飞路告诉她 静平让你害人 是她心术不正 想害人 而我让你害她 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 我从无害人之心 不过和你一样 希望自己爱的人平安罢了 你死后 静平不死也会进冷宫 昭阳宫坐鸟收散 我会把你妹妹要到明月宫来 有我在一日 辩护她一日 那小女孩 只有自己腿高 但身影挺得笔直 眼神如炬 一字一句 都令人幸福 侍卫做了一个选择 她选择相信 这个传言乖巧善良的五公主 而不是那个 手段狠毒的静平 林飞路早料她有一死 但她没有想到 她会当众自杀 她死前说的那句话 看上去是在魏静平开脱 实则是彻底将静平 踩在耻辱柱上 用自己的死 让她永世翻不了身 静平将这场陷害设计得太好 除了策反侍卫 林飞路几乎什么 也不用做 就连那个撒了茶酒的宫女 她也仅仅是故意 将林景渊引过去 撞了她而已 就算那时 没有端着茶酒的宫女经过 她也有别的法子 让静平回去换衣服 看上去 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她 如今侍卫一死 她就是完全的置身室外了 除了那个扔石子帮她的人 再无第二人知道 她参与其中 她不仅破解了这个死局 还反杀了boss 但心中却并不高兴 大概是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道理她都懂 可毕竟是和平年代长大的 真的看见死人 心中还是难过 好好一场中年宴 最后竟然闹成这样 皇后一度晕厥过去 宫中目睹此事的妃嫔 几乎全部病倒 林帝听闻此事 震怒不已 都没审问被关押的静平 直接一杯毒酒赐死了 侍卫的死 基本坐舍了她二人的关系 林帝甚至开始怀疑 三公主灵溪是不是自己的血脉 眼不见未尽 一道旨意发落到皇陵位先祖守灵 恐怕终生都回不了宫了 静平家族也因此受到牵连 贬得贬辞的辞 自此没落 这件事毕竟算是皇家丑闻 林帝和皇后封锁了消息 只说是静平扰乱功绩 欺君往上 当夜在现场的人闭口不言 总算没有传的人尽皆知 静平一死 昭阳宫自然也就没了 林帝贤那宫殿不吉利 直接一道旨意疯了 在宫里伺候的宫人们就将由内务府重新分配 林飞路寻了个机会 去给贤妃请安的时候 把侍卫的妹妹松语要了过来 宫中公主都有贴身婢女 只有林飞路日常是萧兰身边的两个丫鬟照料 贤妃也莫起疑 让内务府把人送了过去 松语跟侍卫的关系宫中无人知晓 她自然也没有因此受到牵连 她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 一双眼睛因为长时间哭过 显得红肿 林飞路知道她喂食魔哭 但她什么也没问 开开心心地把她拉进来 天真可爱地说 以后你就是我的宫女了 我们要好好相处呀 松语在昭阳宫伺候久了 早已习惯灵溪的蛮狠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乖巧的公主 她小声地应了一声 林飞路就高高兴兴带着她去看兔子了 来到明月宫的第三日晚上 松语偷偷走到探炉边 趁着无人 将贴身藏在怀中的一封书信 扔进了炉子里 火苗窜起来 很快将信纸烧成了灰 耳边响起哥哥生前交代的话 我死后 若明月宫五公主 弃你不顾 便设法将此信交给皇后 若五公主 将你要到身边好生对待 便烧毁此信 切记不要让任何人得知 包括五公主 并忠心服侍她 松语并不识字 她不知道信里都写了什么 她只是听哥哥的话 流着眼泪 烧掉了她 一年的最后一天 发生如此晦气之事 皇后思来想去 觉得实在不吉利 于是 开年的第一天 就请了高僧来宫中 做法祈福 林飞路发现 大陵朝跟历史上的南北朝 那会儿很像 十分信奉佛教 当年大诗人杜牧 就写诗说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虽然这个四百八有 夸张成分 但也可想象当时盛况 大陵朝 如今也不遑多让 还设了专门的国寺 叫做护国寺 来宫中做法祈福的 就是护国寺的高僧 后宫一时之间 连空气里都充斥着檀香味 林飞路以前不信这些 如今也多少心存敬畏 老老实实跟萧兰一起念经祈福 静平的事虽然被封锁了消息 但当夜目睹现场的人不守 私底下常有一论 特别是跟静平交好的那些飞瓶们 对此事还是心存疑虑 觉得静平有可能是被陷害了 可把宫中飞瓶想了个遍 都猜不出这事是谁做的 手段之果断很绝 丝毫不给对方还手之力 说起来倒是像静平自己的风格 丝毫没有人怀疑到明月宫头上 是啊 一个失宠多年的软弱贵人 带着两个脱油瓶 简直急起了弱病残 直接被无视掉了 萧兰唯一担心的 就是那个扔石子将此事告知他们的人 心里惦记着这件事 礼佛的时候都走神了 直到香灰落下来砸在他手背上 香灰烫手 烫得他一个机灵 才赶紧念了两声 阿弥陀佛 把香插进香炉 灵飞禄在旁边瞅着 拉过他的手 轻轻吹了吹 安慰他 母妃 不会有事的 都过去了 萧兰皱着眉轻声道 我这心里总是不放心 宫里还有谁会帮我们呢 对方是好意还是恶意 为石魔要这么做 灵飞禄倒是不在意 无论是谁 无论他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今事情已接 适者已适 就算他别有所图 也没证据拿我们怎么样 母妃宽心便是 其实他大概能猜到是谁 也知道对方没有恶意 他在这宫中有好感度的人 就那摸几个 能半夜翻墙进来的必然身怀武功 他还记得宋金兰掌心的剑 比从小在将军府习武的西新疆 还要厚 他这些年能在宫中活下来 当然会有不为他人所知的保命技能 只是没想到他会冒着风险来帮他 这可跟上次在太学殿前不一样 就因为他送的那几块银探嘛 唉 真是一个知恩图报 做好事不留名的美少年啊 对方既然不愿意现身 他当然也不会去逼问 就当做不知道是谁好了 做好事不留名的美少年并没有资格参加中年宴 当然也就没有目睹当夜那一切 随后宫中虽然封锁了消息 但有计量这个爱听抢脚的第一件客载 宋金兰还是知道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天东听完都惊呆了 这是反噬吗 经完之后又看向自家殿下 迟疑着问 是殿下出手相助的吗 宋金兰懒懒地靠着椅背翻书 我只是把静平的计划告诉他而已 他原本以为 那位五公主能避开这场祸事就好 他毕竟年龄小 能对付灵系 但对付不了静平 先避开这一次的陷害 今后再想办法找不回来 但怎么也莫想到 这位五公主一高人胆大 居然借此机会将计就计 直接将对方灭了 看来还是他小看那个小丫头了 天东压根不知道殿下口中的 他 说的是五公主 他天真又感叹地说 没想到兰贵人如此厉害 这大灵后宫的妃嫔们 果然没一个好惹的 宋金兰笑了下 并没有拆穿 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 手指翻过书的下一页 林飞路因为侍卫的死 围抿了好几天 每天除了礼佛祈福 就是在房间里读书练字 连门都不大愿意出 这日正在房间里 教松宇写他的名字 扮演的窗户 突然被石头砸响 砰砰砰几声 像急语似的 松宇性格安静那向 被这动静吓得不轻 倒还记得护主 鼓起勇气 立刻就想过去查看 林飞路听这声响 先是想到宋金兰 又转瞬否定 这青天白日的 不像是小漂亮 能做出来的事 他把松宇叫回来 自己走过去 打开窗 这会儿莫在下雪 太阳难得从云层里探出头来 薄薄撒下几圈光运 防岩树枝积雪未化 白茫茫一片 所以院墙之外 一身黑衣坐在树上的西行浆 就格外显眼 他手里又拿了一个弹弓 正瞄着他窗户 见他开窗探身 才笑盈盈收了弓 冲他打了个口哨 林飞路气呼呼骂 灯徒子 西行浆也不恼 两只脚悠闲地晃来晃去 笑迷迷问 小豆丁 我的礼物呢 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 他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 西行浆见他有点心虚地 垂下小脑袋 顿时大叫道 哇 你不会忘了吧 你这个小骗子 说完 脚掌朝树寒一灯 整个人便灵方下 从树上飞下来 轻飘飘落到他窗前 他上半身扒着窗铃 抬手就去扯他头上的揪揪 林飞路捂着头连连后退 凶他 谁忘了 西行浆毫不客气地伸手 那你给我 林飞路瞪了他一眼 才转头吩咐旁边被这一幕惊吓到的松雨 去把我装帘里的护手霜拿来 松雨很快就取了过来 西行浆听他说 护手霜就有些好奇 等拿到手上拧开一看 又香又软的 顿时一脸嫌弃 这是什么玩意儿 林飞路说 护手霜 涂在手上保护手掌不被冻伤的 不要还给我 西行浆瞅了他一眼 塞进自己怀里 谁说我不要了 他笑眯眯凑过来 手肘撑着窗子支着头 上半身都扒在窗上 小豆丁 我听说你们这宫里前几天死人了 他只是随口一问 没想到林飞路听闻此言 神情顿时有些不自在 连他身边的宫女都有些僵硬的垂下头去 西行浆一愣 之前还轻浮的姿态立刻变得有些无措 慌里慌张的 哎不是 我就随便问问 你害怕了 他伸手摸他小脑袋 用他直男式的思维安慰 没事儿 没事儿 不就死个人吗 我在战场上陷过 可多死人了 林飞路 这种人就是助孤生的存在 他担心松雨难过 转头吩咐 去给柿子煮杯热茶来 松雨领命去了 西行浆还说 我不可 林飞路没搭理他 转而问起自己好奇的点 你上过战场 西行浆语气不无骄傲 当然 我幼时曾随我爹在边关生活过几年 你知道边关吗 可比这冷多了 冰风三尺不化 冬天士兵都可在冰面上行走 他说起边关景象时 眉飞色舞 不知是心中向往 还是为了转移之前 让他害怕的话题 比说书先生 还要口若悬河 拥国老惦记我们边疆那点地儿 时不时就派人来骚扰一下 我爹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率了三千骑兵去搞突袭 我便藏在配送粮草的军马里 等到了柱扎地才被我爹发现 那时候再送我回去 已经来不及了 爹就让我待在营中 不要出去 林飞鹿插嘴道 我猜你肯定出去了 西行江瞪他 你不要打断我 林飞鹿 他继续道 半夜的时候 雍国人便来营地偷袭 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爹是故意做出弱手的姿态 就等他们 自投罗网 瓮中桌边 那一仗 我们以三千兵马 斩了雍国万余人 尸体血水 遍布整片血缘 林飞鹿 哦 西行江说着说着就跑偏了 看他被恶心到 才意犹未尽地打住 不知想到什么 不无兴奋地问他 我带你去猎场骑马吧 你骑过马吗 到真莫骑过 林飞鹿问 哪里有猎场 西行江说 宫中就有 就是平日你哥哥们 练习骑射的地方 你没去过 走走走 我带你去 我还养了一匹小马居在那呢 带你去见识见识 林飞鹿也有段时间 莫出门了 闲着也是闲着 确实需要出去走走 活动筋骨 倒也莫拒绝 跟萧兰打了声招呼 便裹好自己的豆棚 跟着西行江走了 虽未在下雪 但寒风呼啸不止 天气冷 加上中年宴上那件事 各宫最近都不大愿意出来 整个皇宫 显得十分寂静冷清 猎场在外围 很是有些距离 林飞鹿走到一半就后悔了 太冷了 风刮得他脸疼 他不想去 西行江可不答应 拽着他 就是一顿长跑 林飞鹿就是长断练 拿笔得上他日日习武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口喘气时 又喝尽几口冷风 顿时枪的大壳不止 眼泪都渴出来了 西行江这才手忙脚乱地松开手 蹲在他面前 拽着自己袖口 笨手笨脚 给他擦眼泪 不去就不去 你别哭啊 林飞鹿气死了 谁哭了 我枪到了 西行江扑地笑出来 往他跟前一蹲 逗他 叫声柿子哥哥 背你过去 林飞鹿懒得理他 重新系好自己的小豆棚 卖着小短腿 熊啾啾往前走去 猎场外的高墙 已经若隐若现 这个天气这个时间 就是常练习骑射的皇子们 也不会过来 除了几个守卫 猎场空荡荡的 有西行江在 守卫当然不会拦 只是好奇地打量了两眼 缩在豆棚里的小女孩 两人方一进去 本来以为空无一人的猎场里 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紧接着利剑划破空气 蹭的一声 朝着林飞鹿身后那块剑板来 射箭那人也默想到 突然有人进来 也是吓了一跳 但已经开弓 收剑来不及 只能立喝一声 让开 千钧一发之急 只听到西行江说 别怕 你常得矮 林飞鹿 然后那剑就从他头顶掠了过去 蹭的一下 插进了剑把 他确实被吓到了 毕竟也没经历过这种事 缓缓转头时 看见旁边的西行江 咧着嘴 笑得十分自信 他说 你看 我就说你矮吗 西行江 还有心情逗他 当然是自信 那根剑不会伤到他 骑射之人 高坐马背 剑把又高高耸立 以小斗钉的个头 除非对方是个瞎子 把剑往地上射 才有可能射到他身上 不动法安全 只是用他这种直男方式说出来 林飞鹿有点想跳起来 打他膝盖 他这头还在大眼瞪小眼 前方一阵 欲 声 马儿一声嘶鸣 前提高扬停住了 马背上的少年 翻身跃下 急不朝他们走来 急到 可有伤到 林飞鹿这才看向来人 他年纪约莫 跟西行江差不多大 身高也相差无几 穿一身暗红色的旗装 腰缠玉带 领袖云纹 打扮贵气又利落 背上背着的剑囊 金边镶嵌 连手握的弓箭 都在冬日 泛着漆黑的光 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林飞鹿心中 刚冒出一点猜测的念头 就被旁边的西行江证实了 他拱手行了一礼 太子殿下 又笑盈盈道 没受伤 远着呢 果然是他的三皇兄 皇后的儿子 当今太子林卿 林卿略一点头 见两人安然无恙站着 郡朗眉眼间的急切 才缓缓散了 林飞鹿之前 听宫人 说起这位太子 赞他之蓝玉树 温良公俭 又谦和好学 十分得灵地喜爱 如今一线 确实如此 虽身为太子 满身贵气 但举手投足 很是儒雅之礼 一点都没有身居高位 就目空一切的高傲狂妄 只是那双眼睛看人时有些深 像藏着许多心思在里面 有着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沉着 林飞鹿也学著西行江 乖乖朝他行礼 脆声声道 小五献过太子殿下 他方才在打量林卿 林卿当然也在打量他 见小女孩生得唇红齿白 粉雕欲拙 一双眼睛充满灵气 名嘴一笑 梨窝若隐若现 十分讨人喜爱 他见林飞鹿 是西行江领来的 不由地问道 行江 这是你妹妹 西行江 一副陷了鬼的样子 不是吧 殿下 自己妹妹都不认识啊 林卿一愣 又看了林飞鹿一眼 不知想到什么 这才摇头笑道 倒是有几分眼熟 可是我五皇妹 林飞鹿乖巧道 是 西行江抄着手 站在旁边 嘖嘖两声 殿下有个这么可爱的妹妹 居然不知道 真是让我好生嫉妒 我要是有这么个妹妹 肯定每天要抱抱举高高 林飞鹿 林青 感觉有被恶心到 好在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转头看向四周插满箭矢的箭拔 问林青 天气这么冷 殿下怎么会独自来这里练习骑射 林青微微一笑 天气虽冷 却不敢荒废功课 西行江大咧咧的 不会是想偷偷进步 在开春狩猎上拔得头筹吧 林青眼神明显治了一下 但只是一下 又很快恢复如常 垂眸笑道 行江说笑了 林飞鹿突然觉得 若林青是君 西行江是臣 估计要不了多久 林青就要砍他脑袋 西行江还想说什么 林飞鹿缩在豆棚里 打了个小喷嚏 两人果然中断对话 朝他看来 林青问 五妹可是受了粮 又无奈地对西行江道 天气寒冷 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这儿比别的地方 都要讽大些 西行江说 带他来看看我的小马鞠 顺便教教他骑射 林青半开玩笑 半责备 胡闹 五妹年纪才多大 你自己顽劣就算了 还想带坏我妹妹 这回儿儿子都受粮了 宣布送他回去 西行江说 别啊 来都来了 要不殿下和我比试一番 林飞鹿 这个人以后是怎么死的 自己都不知道 林青没有说话 只是那双眸子 越发的深 林飞鹿看不下去了 扯了扯他衣角 乃声乃气问 小马鞠呢 西行江这才想起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终于没再做死 笑着跟林青说 算了 我带小鹿看马鞠去 择日再找殿下讨教 林青还是那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随时恭候 林飞鹿抱着小拳头 小身子歪歪扭扭地朝林青行礼 小五告退 道士一下把林青逗笑了 虚手一扶 五妹不必多礼 看完马鞠早些回去吧 他想到什么 取下挂在腰间的一枚橙色极好的玉佩递给他 此誉受过高僧护持 寓意平安 初次见面匆促 便将此物赠予五妹吧 林飞鹿抿着唇 看了看玉 又看了看他 眼睛扑闪扑闪的 双手接过之后 才软声说 小五身上没有带东西 等下次再还垫下礼物 林青笑道 不必 有心就好 这磨一耽搁 林青也默再继续练习 让侍卫把马牵回去 在两人的目送中离开了猎场 林飞鹿看了霍尔玉佩 还闻献玉上有淡淡的檀香 太子所赐不能大意 玉佑荣一碎 他妥贴地放进怀里 拍了拍小胸口 抬头跟旁边的西行江说 太子殿下人真好 西行江正领着他 王马就走 闻言覆和 我也觉得 是挺好的 林飞鹿 你也觉得个屁你觉得 你一句话 得罪人家两三次 每天死在人家手上 都不知道为食魔 林飞鹿觉得 这是他进宫以来 遇到过的 除灵溪外最蠢的人了 林景渊都比他会看眼色 想想 他还是镇北侯府的世子 以后还要接大将军的率印 等将来林青登基 他要还是现在这样磨脑子 恐怕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林飞鹿感觉自己 真是为了这些NPC操碎了心 西行江 养在猎场的这匹马鞠 通身漆黑 品种极佳 现有人过来 身子都不带动一下 十分高傲地仰着头 连主子的杖都不买 西行江伸手去摸他 被他喷了一脸鼻息 他倒是不脑 还回头笑着 跟林飞鹿说 猎马要训 等他长大了 我训马给你看 训服了再送与你 如何 林飞鹿说 好啊 西行江就笑眯眯道 那你先叫生柿子哥哥来听 说不定我一高兴 现在就把他送给你了 小豆丁气呼呼喊他名字 西行江 不要脸 西行江一愣 乐得不行 你骂我什么 你个目无尊长的小豆丁 林飞鹿朝他做鬼脸 早上方亭的雪 被寒风一扫 又飘飘洒洒落下 太阳缩进云里 半点光线都不见 西行江担心 一会儿雪下大了 不好走 没再多逗留 拎着林飞鹿豆棚上的帽子 带他离开了猎场 那日之后 又下了几天的大雪 积雪都快堆了半人高 宫里四处都能听见扫雪的声音 林飞鹿跟着萧兰 去给贤飞请安的时候 听他念叨了几句 若雪再不停 民间恐要生雪灾了 林帝为此仇得不行 每日都与朝臣商议解决之法 因此许久都没踏入后宫 后宫妃嫔们 当然不关心名记名声 只盼着皇帝 能多进几次后宫 多翻机会牌子 贤飞说着 不知话题怎么转到萧兰身上 看了看他垂眸绣花的样子 突然笑着问 蓝贵人也已经有许多年 没献过陛下了吧 萧兰手指微微一颤 差点扎到针 低声回道 回娘娘的话 是有四五年了 贤飞又看向在旁边吃点心的林飞鹿 叹气道 这么说来 就连小鹿也是多年未现他父皇了 贤飞缓声道 近两年未尽新人 陛下来后宫的次数也少 多是些熟面孔 估计也乏了 你虽是宫中老人 容貌却不输当年 想来陛下献了 也是喜欢的 萧兰仍是低声 娘娘说笑了 贤飞拉过他的手 意味深长地笑道 近日 宫中 红梅开得甚好 伴着大雪 别有一番景致 寻个日子 你陪本宫赏梅去吧 林飞鹿吃完了手上的点心 听见萧兰说 是 宫中飞瓶一直担心 贤飞会把萧兰 重新推到林帝眼前分宠 他们担心的事 终是要发生了 回明月宫的路上 萧兰多是沉默 从主动清静 贤飞那一刻开始 她其实就有心理准备 但当这一刻 真的来临 心情多少 还是有些复杂 可她心里明白 她应当立起来 为了两个孩子 她也该立起来 袖下冰凉的手指 被一双又暖又软的小手握住 女儿小声又关心地问她 母妃 你不愿意见父皇吗 萧兰愣了愣 将她小手裹住 笑了下 哪有愿意不愿意的 陛下是君 岂是我们说了算 工人方扫了血 路面干干净净的 支支头偶尔掉落几团积雪 声音碎在风里 林妃陆问 母妃 你之前告诉我 你进宫之前 已有心仪之人 你是还挂念那位心仪之人 所以才难过吗 萧兰没想到自己 自言自语的倾诉 被她听去 还记了这么久 沉默半晌 才轻轻叹了生气 边走边到 刚进宫时是有些难过 这两年 却已经释怀了 她早已娶妻 听闻她妻子 为她生下一双儿女 如今情色齐名 儿女双全 娘很是为她高兴 她顿了顿 才又到 只是君恩难测 一旦踏入后宫 争宠纷争 今后的日子 恐怕会不太平很多 她只是担心 凭她的能力 保护不好 这两个孩子罢了 林飞路捏捏她手指 笑着宽慰她 母妃不怕 还有我呢 萧兰摸摸她脑袋 心里感慨不已 儿子被人下药毒害 变成吃傻 女儿却生得这样 聪明伶俐 想来 也是老天对她的补偿吧 大雪下了几天之后 终于再次停了 只是积雪堆的后 将梅园的树枝 全都裹了起来 满月烟红梅花 就像从团团白雪中 开出来 别有一番景致 十分好看 林帝这些时日 为了预防雪灾 伤神伤脑 也许久没有出电转转 听了工人来报 决定去赏赏雪景梅花 这大雪 搞得她焦头烂额 也只能赏赏雪散散心 找补回来了 林帝其实是一个 谨心俭用的皇帝 不喜欢摆牌场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 后世写史 能把她写成一代明君 流芳百世 所以 在位时 很是注重自身行为 绝不给后世 留下任何笔法口诛 议论是非的语点 去梅园赏景 身边便也支带了 一个总管太监 是林帝亲信之人 换作彭满 彭满是林帝身边的 总管太监 手下带着三个徒弟 其中一个小徒弟 便得了贤非的恩惠 悄悄将林帝的行踪 透露给了贤非 所以 当林帝来到梅园时 贤非已经带着萧兰 在里面赏花了 林帝倒也默起疑心 毕竟好景供赏 没有知许她来 不许别人来的道理 在院墙外时 便听见里面说笑的声音 彭满便道 陛下 里头好像有人了 林帝略一挥手 无妨 听这声 似是贤非 朕也许久默考察景院的功课 问问也好 便从拱门走了进去 院内红梅开得极艳 像这冰天雪地里 唯一的颜色 贤非面朝拱而立 正笑盈盈在说什么 她面前也站了名女子 穿了身浅白色宫装 背影鲜弱 盈盈而立 只是一个背影 便叫人浮想连篇了 能与贤非在此说笑的 必是宫中飞瓶 可林帝瞧着这背影 却陌生得很 这两年她勤于国事 没有选妃 竟不知 宫中还有这等 她不认识的美人 她往前走了几步 贤非便瞧见她 神情一惊 又涌上喜色 赶紧朝她行礼 贫妾拜见陛下 陛下怎的过来了 她身前的女子 也转身行礼 鹰一直低着头 林帝也莫看清模样 一边走近 一边笑道 就许你喜欢赏花 不许朕来 行了 都起来吧 两人这才起身 萧兰仍是垂头 林帝便道 你抬起头来 萧兰这才缓缓抬头 她并没有过多打扮 不过略失粉带 素衣莫发 眉如远山之带 眼若寒情秋波 竟是比这漫天冰雪 还有多出几分晶莹剔透之感 恰头顶一株红梅叹了出来 她就在这艳艳梅花之下 婉唇浅笑 白得纯粹 红得明艳 可算是美得惊人了 萧兰的美貌 在宫中是顶尖的 不然也不至于 哪怕失宠多年 还被妃嫔们记恨针对 她当年入宫 也不过十六岁的年纪 如今 也才二十有三 正是女子最好的年龄 岂不叫人心动 别人动漠动不知道 反正林帝心动了 她一眼觉得陌生 心里还奇怪 真的有个自己莫见过的美人 便问道 你是何人 萧兰轻声细语 平切萧兰 见过陛下 林帝一愣 正回想 贤妃在旁边笑道 陛下竟连自己清风的贵人都不记得了 萧兰 兰贵人 林帝在看 终于觉得有些面熟了 她想起来了 是给自己生了个吃傻儿子的兰贵人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当年萧兰入宫 美貌惊人 又有才情 虽然性格不讨喜 总是沉默寡言 强颜欢笑 但她还是愿意宠幸她的 第二年 她便为自己生下一子 林帝大悦 当即便给她进了贵人 以林帝的想法 最终给她进到 平位是莫问题的 毕竟萧兰的父亲 只是太长寺的一个小官 入宫第二年 便风贵人 已经算厉害了 但不想随着孩子长大 竟逐渐显出吃傻症状 虽说是早产 身体若一点 便也罢了 怎么脑子还出问题了呢 林帝这样注重名声 如何能忍 又有其他妃嫔 吹枕边风 说林帝真龙天子 血脉高贵 瞧瞧前头那些孩子 哪个不是出类拔萃 怎得到了萧兰这里 便出了这种事 恐怕是她命里不祥 惹了神怒 才将此惩罚 林帝信佛 不然也不会大力扶持护国寺 本就对吃傻儿子不喜 再听这魔意说 顿觉有礼 自此冷落萧兰 再未踏入明月宫一步 不过那时 萧兰已经又有了身孕 只是月份前 还莫察觉 后来她听宫人来报 说兰贵人诞下一女 她心里厌恶 觉得恐怕又是一个傻子 干脆将其无视 这一无视 就是五年 五年了 如今再见 她竟一时末将萧兰认出来 五年时间 并没有对她的美貌 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眉眼之间 还少了当年那股她不喜的郁郁之气 显得格外温婉欲秀 美是美 心动是心动 但灵帝向来不是个沉迷美色的昏君 想到那个吃傻 她就喜欢不起来 灵帝的神情 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 贤妃心中惊了一下 还不带说话 便听灵帝诞声道 梅花雪景 你们好赏 朕还有奏折等着批阅 走了 贤妃只能拜送 等人一走 再看旁边的萧兰 忍不住叹了生气 她可没错过 刚才闭下眼中的经验 可走得如此决绝 分明是想起那位六皇子 心中不喜 算是白费了 她这一场精心安排 心中不无遗憾 这兰贵人 恐怕是扶不起来了 不过 她喜爱灵妃鹿 倒也没有迁怒萧兰 还拉着她的手宽慰 陛下国事繁忙 满心都扑在正式上 等着寒冬过去 本宫在安排妹妹 与陛下见面 萧兰自己 其实也清楚 莫可能了 倒也没有失落 笑着点了点头 宫中人多口杂 灵帝与萧兰 没人相遇的事情 很快传了出去 后宫妃嫔都明白 这是贤妃安排的 美人偶遇 但谁能想 陛下不买账啊 听闻此事的嫔妃们 都暗地里笑了几回 孝贤妃压错了宝 笑萧兰自取其辱 他们之前 还怕萧兰负宠呢 现在可是半点都不担心了 只要有那个傻儿子 在依日 陛下就绝无喜欢她的可能 自以为抱到了贤妃的大腿 就能重登高枝 还真是痴人说梦 宫中这些嘲讽的风言风语 把贤妃气得不行 还惩罚了几个讨论此事的宫女 但对萧兰 倒是没多大影响 她还是安静做自己的事 只是减少了 去贤妃宫中请安的次数 对林飞路 就更没石磨影响了 她原本就没对萧兰抱期待 宫月宫内最大NPC这种事 还是得自己来 不过这事不能急 毕竟在灵地之前 还有很多小NPC 等着自己去攻略呢 比如前不久刚刚触发的太子 这位太子殿下 跟她之前遇到的皇子们不一样 是个心机深厚之人 想来也正常 毕竟打小立了储君 被所有人都盯着看 万事不可踏错一步 自然要谨慎些 这可不是她一个笑一句 哥哥就能拿下的人 有些难度 不过她就喜欢挑战不可能 有趣多了 之前林念之往她这送衣服的时候 还送了几盆兰花过来 林飞路这几天莫干别的 把那些兰花采了下来 试图做成钱花 又让萧兰缝了一个 十分精致的香囊 雪亭之后 太学又恢复了上课 林景渊每天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起床了 好在她的小鹿妹妹 每天早上都不辞辛苦 跑来长明殿喊她起床 听着那一声声又软又甜的 景渊哥哥 林景渊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活五百年 有了林飞路的监督 林景渊创下了连续七日 没有迟到早退的记录 深得太夫赞赏 今日放学 还奖励了她一只 做工非常精巧的毛笔 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奖励 但她很想让小鹿看看她被夸奖了 一脸兴奋从太雪跑出去的时候 看到她的小鹿妹妹 站在落满白雪的清白下 正仰着头朝她三皇胸笑 有风吹过 吹落清白之头堆积的簇簇白雪 有一团雪朝着她头顶落下来 林青抬头帮她挡了一下 飞扬碎雪中 小女孩笑得更甜了 林景渊 听 雪落下的声音 是她心碎的声音 林景渊迈着沉重的步子 走向了谈笑风生的三哥和五妹 走近了 正看县林飞路 把一个做工精致的香囊 递给了林青 她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像月牙一样 梨窝又甜又浅 令人心生好感 殿下 这是小五的回礼 林青胆了 胆方才落在手背上的雪花 笑道 不是说不用磨 话是这磨说 还是接过了那只香囊 萧兰的针线火比知警方的匠人还要好 做的香囊 也十分别致精巧 林飞路说了 是赠给太子殿下 萧兰就更用心 用最好的丝线绣了玉兰修竹在上面 香囊里鼓鼓的 她拿到鼻尖闻了闻 果然有一股十分清淡的兰花香 还混着其他香味 分不太清 但十分好闻 便笑道 为何送我这个 林飞路小手背在身后 半仰住头看她 眼眸灵动又纯粹 离骚 有云 互将离语辟止息 任秋兰已未配 太子殿下支兰玉树 当配秋兰 林景约 什么西什么兰什么玩意儿说的 这都是傻 林青眉梢微微挑了一下 似是没想到自己这个妩媚竟熟读古书 谈吐如此不俗 世人都赞她支兰玉树 林飞路这几句彩虹屁拍得恰到好处 林青心里对她的好感又多了几分 不由分说便将那香囊系在腰间 看得林景渊眼眶要低血了 啊 好极多啊 魏石魔她没有 她不情不愿地拱手朝林青行李 三哥 林青这才看见她 笑道 四弟出来了 对了 太傅方才留你做什么 你又没写功课 林景渊爆跳 谁说的 太傅留我是夸了我 还奖励我一只毛笔呢 她把毛笔从袖口拿出来给她看 林青拿过去打量一番 点头赞道 好笔 林景渊 三哥喜欢吗 喜欢的话 用你的香囊跟我换怎么样 林青 林飞路 林青默默把毛笔递回去 用行动表示了拒绝 林景渊嘴巴觉得能挂水桶了 特别幽怨地看了林飞路一眼 林飞路抿了下唇 甜甜喊 景渊哥哥 他哼了一声 林飞路又蹭过去 扯扯他衣角 景渊哥哥 林景渊就差一点就要投降了 但余光看现林青腰间 那个漂亮的香囊 想着 那是小鹿一针一线亲手做的 里面的兰花 也是他一朵一朵挑的 自己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又气上了 昂住头不说话 林青忍不住笑道 你这是在跟妩媚治什么气 林景渊心说 你还有脸问 生气得大吼道 他都没有送过我礼物 林飞路 我那本 伦语 是为了狗 他忍不住小声反驳 我有送的 我送了你 伦语 还有 话还没说完 林景渊不可置信地打断他 伦语 也能叫礼物 林青 林飞路 他又生气又委屈 就跟这只毛笔一样 只会让我头疼难受 熊孩子闹脾气怎么办 别人 打一顿就好了 林飞路 演一场就行 他眼眸一眨 眼眶就红了 眼泪挂在睫毛上 腰落不落 红着鼻子哽咽着说 景渊哥哥不喜欢 那就还给我吧 还有书里面的那朵海棠花 也一起还给我吧 林景渊 他顿时不敢闹别扭了 手忙脚乱地去哄妹妹 我 我不是不喜欢 我只是 哎呀 你别哭 四哥错了 四哥不凶你了呀 林飞路 吸吸鼻子 可怜 吸吸地问 那你还生气吗 林景渊恨不得竖起手指发誓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论语 也是极好的 林青在一旁探位观止 林飞路这才破涕未孝 三人便一道离开太学回宫去 林青身为太子 如今住在东宫 所有皇子中如今只有他有自己的封殿 三人倒是顺路 林青在路上考了积居四地的功课 发现他的却有长进 想到之前宫中传言 五公主监督四皇子读书 不由得又对自己这个妩媚高看了几分 她喜欢聪明人 和聪明人交往省心又省事 这个年纪小小的妩媚 倒是比她另外几个姐妹 聪慧多了 三人正说说笑笑的 经过小段桥时 架在冰湖上的亭台里 突然传来争执的声音 最近大雪风湖 这片夏季开满莲花的湖面 也接了冰 枯萎的莲芝立在冰面上 很有些禅意 是以后宫的妃嫔们 也爱来这离伤井 抬眼看去 挽着白沙莲的亭台里 约莫站了四五个女子 而他们面前 则跪着两个人 鹰都垂着头 林飞鹿第一眼看过去 还没认出来是谁 知觉的有些眼熟 顿了顿才反应过来 可不就是 她娘和青烟 只听到位守着粉衣的女子 指高气扬道 我叫你跪着 你便得跪着 跪到我满意位置 青烟不住 朝她磕头 我们主子 无意冲撞林美人 请美人恕罪吧 萧兰低声阻止 青烟 青烟这才停了动作 默默流泪 粉衣女子身边 还有两个妃嫔 都掩着嘴笑 眼里不无嘲弄 林美人往前走了两步 在宫女的搀扶下 半蹲下身子 把萧兰的手 一把扯到眼前 边打量边问 听说你这双手 倒是很巧 给贤妃娘娘 做了不少漂亮衣服 说完 掰着萧兰的手指 往下一使力 萧兰手指弯 取成可怕的弧度 疼得脸色发白 硬是没坑一声 林美人 激笑一声 还要有动作 身后突然有个小身影 横冲直撞跑过来 一把推开了她 林美人 半蹲着 重心不稳 直接被推了个 裂剪 要不是身边宫女眼 挤手快扶着 就要撞上一旁的石桌子了 周围人都是一声惊呼 手忙脚乱地去扶她 趁此期间 冲过来的林飞路 已经把萧兰拉起来了 萧兰没想到 会被女儿撞见这场面 脸色有些不好看 她今日气闷 才让青烟出来 陪她走走 听说这里的哭怜 很有禅意 她又是像佛之人 便往这里来了 没想到刚到亭台 就遇到位分比她高两阶的林美人 上次没缘的是 她沦为大家的笑柄 都知道 她再无复虫可能 自然少不了人 落井下石 她想把女儿拉到身后去 但林飞路 却挡在她身前 纹丝不动 虽然个头小 张开双臂 护着她实气 视却汹汹 小脸充满愤怒瞪着对方 林美人大呼小叫地 被扶起来 嗓音又尖又细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竟敢如此放肆 这话刚落 就听见身后一声吏翅 本宫看你才放肆 众人转身一看 才瞧见是太子和四皇子 赶紧行礼 林青年龄虽然不大 但已有东宫风度 发起火来 倒有几分灵地的模样 献公主不败 欺压妃嫔扰乱后宫 母后平日的教导 你们都当作耳旁风了吗 林美人更是瑟瑟发抖 正想狡辩两句 抬眼一看 四皇子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看样子 恨不得冲过来扒他的皮 吓得赶紧低下头去 林青立声道 父皇为前朝正式忙碌 母后操劳后宫所事 身为妃平本该 恪守功绩 维护安宁 你们却还兴风作浪 真当这宫中规矩是摆设吗 几名妃平纷纷求情 请太子殿下恕罪 林青冷哼一声 此事 我定当回禀母后 由她发落 等寄人花容失色地离开 林妃露才包着 一筐眼泪 转身拉着萧兰的手 轻轻呼了两下 母妃 你守默氏吧 疼吗 林景渊也跑过来 看了两眼 急到 回去请她一看看 萧兰笑着安抚她 娘默氏 不疼 又朝林景渊和林青行礼 多谢太子殿下 多谢四皇子殿下 林青略一点头 算是受了她的理 撤去方才的威严 又变回迁和游里的模样 对林飞露道 小五陪兰贵人回去 叫太医好声看看 林飞露点头应望 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满 都是感激 林青又安抚积聚 才独自离开 林景渊担心路上又遇到事 索性一道陪他们回去 好在林飞露推得及时 那林美人 还莫来得急下狠手 萧兰的手指没有大碍 太医开了点活血化鱼的外徒要给她 林景渊放下心来 跟林沾远一块儿玩了会儿 小兔子才离开 走之前 还惦记着小鹿妹妹 亲手做的那个香囊 七七爱爱道 我也不是不喜欢那本 论语 辣 但她跟亲手所做的意义不同 我 我也想要你亲手做的礼物 林飞露满口答应 好 林景渊这才欢欢喜喜走了 再说那头 林青离开后 先去了皇后所在的长春宫 将今日之时禀明 皇后虽说前心礼佛 平日里都是两位贵妃 在协助六宫 但既是太子遇见 出生训斥 自然要上心 一道一指下去 今日为南萧兰的那金明妃嫔 便被罚了月宫 半月禁足 林青这才回了东宫 身为储君 她的功课 比其他皇子都要重 她自己也深知不可懈怠 才能长久的父皇喜爱 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一回宫 就开始看书恋字 午膳时分 林帝恰好得空 便来东宫 考察太子功课 最近刚好闹血灾 父子俩一问一答 谈的是名声之道 林帝对她表现很满意 临走前 倒是对她腰间 那个与众不同的香囊 起了兴趣 林青老老实实摘下来 递给父皇 林帝闻了闻 觉得这香味 十分清淡舒适 笑道 看样子 还是崭新的 内务府新宫的 林青道 不是 是五妹赠云尔臣的 林帝愣了半天 愣是没想起来 五妹是谁 看她一脸茫然的样子 林青不得不提醒 是兰贵人的女儿 父皇的五公主 哦 那个傻子 林帝脸色淡了下去 看了看手中的香囊 突然觉得 也不是那么别致了 兴趣索然的 还给了儿子 只是心里第一次 对自己这个女儿 有了印象 林飞路在林帝这 终于不再是茶无此人 林青重新把香囊 挂回腰间 她挺喜欢 这样适合香味 每日都配住 唯一的不好 就是 每次遇到四弟 都会接收到 她忧愿的目光 好在没过两天 林景渊也终于收到了 小鹿妹妹 亲手制作的礼物 一盒护手霜 听她将制作 护手霜的流程 娓娓道来 林景渊顿时觉得满足了 这可比做香囊 麻烦多了呀 自己果然还是 小鹿妹妹最爱的人 直到她在课堂 看见长姐林念之 拿出一个同款盒子擦手 又闻到 同桌西行将手上 熟悉的白眉香味 林景渊 她好像只是 很短暂地爱了我一下 太学一直快到过年时 才终于停课 林飞路感觉这 有点像放寒假的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 在放假之前 居然还有类似 期末考的测验 在这里叫做年终考察 每年太夫出的题都不一样 今年的考题叫做 植物作诗 学子们两两一组 互相给对方出题 直到什么 就要以其为主题 赴诗一首 共作九首 最后 由太学太夫们 评出最佳 成给林帝过目 前三名已是嘉奖 林飞路觉得 这比当年 要考七八门课的自己难多了 是那玩意儿 是说做 就能做得出来的吗 很显然 林景渊也这么想 她愁得小小的脑袋上 全是大大的问号 卫士魔今年不考背书了 不考辩论了 不考书法了 我背了书 准备了辩论 还练了字 结果最后考作诗 她可是打算 今年好好表现 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啊 太欺负人了 她都想装病逃课了 到了考试那一天 还是在林飞路的监督下 才不情不愿去了太学 这一次 大家没有进入太学殿内 太夫将考场 设置在另一所庭院 冬日虽冷 学景甚好 即是做诗 自然要哑 不用入大殿 林飞路跟着 也无妨 这还是她头一次完整地看到 在太学读书的皇家贵族子弟们 足有几十人 为了防止学子们作弊 半读小丝也是不让带的 林飞路实属对古代的期末考试 有点好奇 才想跟着去见识见识 进去的时候 还被老太夫拦了一下 好在林青林婷都在旁边 有太子和大皇子说情 太夫得知是小五公主 便也莫拦 知交代她 安静站在一旁 不要打扰 林飞路乖乖硬往 进去之后 已有十多张暗桌 陈列在空旷的空地上 暗桌上笔墨指标 一应俱全 太夫让学子们 自行两两组队坐下 林青看了林婷一眼 笑道 皇兄 你我一起 林青默了两秒 不知在想什么 最后还是点头 林飞路远远看着林锦渊 不知在和西行江说什么 最后两个不学无数的 纹固大眼瞪小眼的坐在了一起 她在旁边瞅着的时候 就觉得人数有点不对 错略点了一下 好像是基数 等各自组完队 纷纷落座 大家一看 果然单了一个人 宋金兰独自一人坐在最边上的暗桌前 没人跟她一起 太夫这才想起 名册上的三公主灵溪早已离宫了 其他人看了两眼 又随意收回目光 似乎对这样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在太学殿里 这位宋国的质子也是自己独作 以前就是长爱缠着她的灵溪 上课时都不愿挨着她 觉得犹如身份 大家说说笑笑 气氛友好 唯她这一方小天地 安静又沉默 可她脸上却还挂着笑 眼眸低垂 挽着白色宽秀 不急不缓的眼眸 像急了以前上学时 被班上同学拉帮结派孤立的小可怜 是可忍 眼狗不能忍 原本揣着小手炉 站在树下旁观的林飞鹿 踩着小步子 哒哒哒跑了过去 跑到太夫跟前 乖乖举了下手 老师 这里少了一个人 太夫正愁呢 本来也打算叫个属下补上 见他过来 眼睛一亮 喜道 好好好 五公主便补在这里吧 林飞鹿歪着小脑袋 可是我不会做事 太夫道 无碍 你为他止误便可 林锦渊当即不干了 太夫 我跟宋金兰换 西行将 他也举手 我也要跟宋金兰换 太夫看着这些问题 学生就头疼 不许胡闹 四殿下与西世子 快做好吧 考试马上便开始了 没献过五公主的其他人 好奇地打亮了两眼 便也收回目光 林飞鹿滴溜下自己的痘棚 把一脚抱在怀里 开开心心在宋金兰对面坐了下来 他研磨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坐姿优雅又端正 正垂眸看着他 林飞鹿不太习惯跪坐 挪了好一会儿 才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抬头对上他的视线 弯着眼睛笑起来 殿下 你穿白衣服真好看 宋金兰也就笑了一下 门口的官员敲响自己手上的锣 试意考试开始 刚才还轰到的庭院顿时安静下来 只偶尔聊聊几句小声交谈 宋金兰把宣纸在面前扑好 用一方艳台压住 执笔道 五公主 请吧 林飞鹿觉得怪有趣的 眼眸惊亮 转着小脑袋东看西看 最后指着宋金兰身后 一只枯萎的紫金藤 救他吧 宋金兰回头看了两眼 略意思索 提笔作诗 林飞鹿微微轻身 小手托着下巴 看他一笔一画 字迹行云流水一般 有一气呵成的漂亮 跟上次扔石头进来的字迹不一样 忍不住想 难道那次是用左手写的 他很快就写完一首 体脂量前放 在一旁 又说 继续 林飞鹿又 止住不远处的枯井 那个 宋金兰略意思索 不出片刻 又是一首 他动作快的跟作诗 就像吃白米饭一样简单 林飞鹿 趁着他写字的时候 看了一圈 林景渊跟西行江旋互瞪住 一个字都还默写出来 又是一首之后 林飞鹿忍不住问 殿下 你做诗这么容易的吗 宋金兰眉稍微微扬了一下 漂亮的身色 眸子里笑意浅浅 随便写写而已 他说随便写写 好像真的只是 随便写写 林飞鹿 伸手拿了其中一张过来看 字迹是漂亮 但诗句 以他的文学修养来看 确实一般了一点 难道是自己背多了李白杜甫 才觉得他写的一般 但是像 万子烟红花开遍 这样的 自己也会啊 连做八首 都是这样十分浅显套路 相通的诗句 以他这个写法 林飞鹿觉得自己 也可以现场表演一个 做诗三百首 宋金兰铺开宣纸 用艳态压了压 笑意温和看住他 最后一物 林飞鹿用手直指了下自己 宋金兰愣了一下 听到他用小气音说 我 他执笔的手盾 在半空中 有一滴墨从笔尖 低了下来 但又很快反应过来 摇头笑了下 将染墨的宣纸撤去 换了一张新的 铺好之后 温生对他说 好 这一手用的时间并 不比之前多多少 林飞鹿估计他 就写了积句类似 小女童 白又白 蹦蹦跳跳 真可爱 这种的吧 写完之后 他探住脑袋想看 宋金兰却已经拿起宣纸 将这一张放在了最下面 然后将九张试卷 交给了太夫 学子们录录续续交卷 林景渊和西行江拖到最后 还在互掐 互相指责对方 为难自己 西行江 似乎觉得跟这个小自己 几岁的小屁孩 吵架有失风度 毛笔一扔 不再理他 大咧咧朝不远处的 林飞鹿喊 小豆丁 去猎场骑马吗 林景渊更气了 这魔冷的天 你想把我五妹冷死吗 西行江看了他两眼 慢悠悠嘲讽道 若不禁风林景渊 气得林景渊 哇哇大叫 扑上去想跟他前架 被林青 在旁边立声喝纸了 一时十分吵闹 林飞鹿站起身 柔柔跪麻辣的小腿 还惦记住最后那首诗 问宋金兰 殿下 你最后写了什么 宋金兰整理好纸笔 还是那富温和孝珠的模样 我才输学浅 随手所作 公主不必在意 林飞鹿撅了下嘴 第一次有人给我写诗呀 意义非凡 殿下莫听过一首歌吗 宋金兰好整以侠地看了看他 嗯 林飞鹿轻轻嗓子 用他奶声奶气的声音唱 为你写诗 为你静止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 为你失去理智 宋金兰 林飞鹿 尴尬 他该改改喜欢调戏 漂亮小哥哥的毛病了 宋金兰住时愣了一会儿 然后摇头笑了起来 他总是笑着 林飞鹿也早见怪他笑的样子 可此刻他这样笑出来 他才觉得原来笑是不一样的 好像眼睛有了温度 太学放假之后 林飞鹿也不用为了监督林景渊上学而早起了 尽情感受被窝的封印 停了几天的雪又洋洋洒洒飘下来 但不比之前大 恰好到赏雪的程度 林帝担心的雪灾没有发生 心情大好 连去后宫的次数都多了 最近宫内忙忙碌碌 在未过年 皇家团圆宴的宴席做准备 之前的中年宴是 后宫飞瓶之间的宴会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的团圆宴则会 宴请所有皇亲国妻 规模十分盛大 听萧兰说 团圆宴上会有九十九道菜 意味著九九归一 又称归一宴 是大林的传统 住时让林飞鹿馋了一把 可惜以他的身份 失去不了了 没过几天 太学这一年的考试结果 就出来了 太夫们从上百首诗作中 挑了十首成给林帝 最后由林帝决出前三名 都是匿名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往年基本都被林婷 和林青包揽了前三 林帝看完 毫不犹豫挑了 十首之中写女童的一首 对太夫道 这首不凡 当属首位 是朕哪位皇子所作 太夫翻过名册查看 有些惊讶 回陛下 此时乃宋国皇子 宋金兰所作 林帝一愣 又拿起来看了一遍 宋国皇子 朕记得他才学平庸 往年从物佳作 他神情略沉 把他另外八手拿来给朕看看 太夫将另外八手呈上 回道 说来奇怪 这位宋国皇子所作九首诗 其他八手皆平平 落入俗套 唯有写女童 这一首出类拔萃 词无所假 林帝一一看过 神色中有缓和 但声道 看来不过撞巧 他沉思一番 既如此 便将这首列为第三把 该赏的还是要赏 别落了大灵气度 太夫公生领命 是 太学考试的最终结果是 太子林青第一 大皇子林婷第二 宋金兰第三 林帝的褒奖 也一次送到了歌功 宋金兰在众人眼中 不过泛泛之辈 不狼不勇 这次突然冒出头 倒是令人震惊 不过林帝都说了 是撞巧 惊讶过后 也就不以为然 开开心心 准备过年了 林婷和林青 是众皇子最为优秀的 林帝又单独将他们交到殿中 夸奖一番 分别赏了两个儿子心供的真物 从养心殿离开时 外头东阳扑了一地 林青笑着对林婷说 这次又看看赢了皇兄一回 我还是更喜欢皇兄那首有没 林婷腼腆地笑了下 不比三帝的心竹 林青眼赴深意地打量他 却发现 自己这位皇长兄 一如既往地真诚单纯 每次在这种时候 心中生起的浅浅芥蒂和猜疑 就在他温柔的笑容中消散了 林青踩着台阶 笑语飞扬 皇兄 开春为烈 我们再比 你可不要让着我 林婷摇摇头 你知道我不惜受恋 林青耸了下肩 好吧 那到时候 我给皇兄猎只山兔回来 给你的兔子做伴 林婷这才眼角弯弯地笑 好 他得了父皇夸奖和赏赐 心中也是开心的 迈着轻快的步子 回到摇华宫时 发现宫里来了客 每年过年前 阮家都会遣人送些东西进来 阮贵妃虽然什么都不缺 但对母家的心意 还是在乎的 这次来的是他一位姑母 两人拉着手 高高兴兴在店中说话 瞧见大皇子过来 阮氏姑母笑盈盈地 朝他行礼 林婷须收了 礼貌地将人扶起来 阮贵妃瞧见他手上的东海玉燕台 笑着问 陛下赏的 林婷回 是 他又问 赏了太子什么 林婷抿了下唇 声音不自觉低了几分 三弟和尘一样 只是多了一枚古玉扇坠 阮贵妃笑容淡了一些 阮氏姑母察言观色 赶紧笑着打圆场 对林婷道 丞相时刻惦记殿下 这不 知道殿下喜欢小动物 前阵子得了这只品项乖巧的小狗 一直在府里好生养着 就等着我进宫时 给殿下送来 林婷起先还没注意 听他一说 才看见屋子墙角边上放着 一个笼子 笼子里趴着一只纯白的小狗 模样壮似狐猎 甚是乖巧可爱 看他看过来 欢喜地朝他摇尾巴 林婷眼神治了一下 像害怕似的 很快将目光收回来 垂下眸去 阮贵妃看了他一眼 对着姑母笑道 父亲有心了 说了会儿 画阮氏姑母便离开了 临走前笑盈盈 跟林婷说 殿下 这狗有名字的 叫长儿 等他一走 懒洋洋已在阮塌上的阮贵妃 便吩咐宫女 把狗送到大皇子房间去 林婷手指颤了颤 上前两步跪下了 低声说 母妃 儿臣不想养 阮贵妃腻着自己的指甲 但声问 为何不养 你不是最爱这些 林婷跪着不说话 阮贵妃看过去 声音逐渐严厉 怕我又让你杀了她是吗 林婷后被绷得笔直 牙关紧咬 好扮上才鼓起勇气道 是 儿臣不想养 也不想杀 请母妃成全 阮贵妃被她气得笑了一声 端坐直身子 看着她扮上 沉声道 铁儿 你起来 林婷咬着牙 缓缓站起身 抬头时 威红的眼眶里 有属于少年固执的倔强 阮贵妃叹了一声气 伸手将她拉到身边 放轻了嗓音问 母妃上次让你杀了那只兔子 你心里记恨母妃吗 她不说话 只摇头 阮贵妃看着她道 你现在觉得 母妃心狠 是你还不理解 皇家生存之道 你这般软弱心肠 生在寻常人家 倒还好 可你生在皇家 这个人人都要拿到配件的地方 你对别人心软 别人可不会善待你半分 你今后的一切 都要靠你自己去争 你不狠起心来 这样任人拿捏的兴奋 拿什么去争 拿什么去搏 灵婷低声说 儿臣从来都不想争什么 阮贵妃自嘲似的笑了一下 你想争也好 不想争也罢 你生在这个位置 一切就都早已注定 灵婷红着眼眶 还想说什么 她挥了下手 又懒懒地坐回去 好了 我这几日犯了头疾 不与你多说 你既不想养 就拿去扔了吧 灵婷心里一喜 这些还没涌上眼睛 就听母妃冷冷说 扔到兽园去 又吩咐身边的长氏太监 汪洋 你陪着殿下去 亲眼看着她扔 再回来禀告 兽园是宫中 饲养凶琴猛兽的地方 这样一只弱小的小狗 扔进去 只会变成猛兽的食粮 灵婷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敬爱的母妃 动了动唇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抱着小狗去寿园的路上 灵婷一言不发 汪洋对阮贵妃忠心耿耿 自然不会违背命令 只能劝道 殿下 娘娘也是为了你好 等殿下今后长大了 便明白了 您就当这是个死物 闭着眼睛扔过去就完了 灵婷没理她 那小狗乖乖缩在她怀里 伸出粉色的小舌头 舔她的手指 她从小喜欢动物 动物也亲近她 无论是猫狗鸟雀 都愿意主动接近她 可是她却保护不好他们 她眼睛红红的 把小狗往上抱了抱 轻轻她动来动去的小耳朵 细声说了几句什么 汪洋走在前边 听到山儿 回头看了两眼 又叹着气回过头去 心道 难道娘娘 要用这样的方式逼她 殿下实在是太心软了 寿园的位置很偏 经过一座荒草杂生的庭院时 一直沉默的灵婷 突然将小狗 从破败的院墙上扔了进去 院里铺满了几层厚的枯枝落叶 小狗倒是没有摔伤 落地石屋音了两声 又蹬着小腿爬起来 两下跑墨影了 这附近又慌又偏 还有很多废弃的枯井 听说以前淹死过不少人 汪洋反应过来 哪敢去追 急道 殿下 灵婷冷冷看着她 随便你怎么告诉母妃 说完 转身就走 汪洋看了看破败幽冷的院子 又看看走远的灵婷 跺了跺脚 只能回宫复命 摇滑宫内 阮贵妃正躺在阮塌上休息 宫女跪在一旁 给她暗揉头上的穴位 听汪洋如实复命 丹凤眼尾微微一条 竟也没有生气 只是懒笑着说了句 倒是硬气了一回 灵婷没回摇滑宫 独自藏在某座遗弃的庭院里 哭了小话 才擦干净眼泪 往明月宫走去 快到时 远远就听见院墙内 传来小五和小六笑闹的声音 走近一看 原是他们在院子里打雪仗 瞧见她推门进来 林飞路毫不客气地 把手中的雪球朝她砸过来 灵婷愣愣地也不闭 被砸了个满怀 林詹远在旁边拍着手笑 兔子哥哥说了 他原本低落难受的 心情这才好转一些 林飞路笑着跑过来 拉他的手 大皇兄 给你看我堆的雪娃娃 这时候 哪有什么雪人 灵婷也是第一次线 觉得小五真是厉害极了 他一进来 林飞路就发现他哭过 带着他玩了一会儿 见他眼里 渐渐恢复笑意 才拉他进屋 小大人似的摸摸他脑袋问 大皇兄 你怎么了 小五大概是这宫里他 唯一愿意分享心事的人了 聆听声音低落地 把事情经过告诉他 他心里不赞同母妃的说法 可他不知如何反驳 他想孝顺听话 也想保护他心爱之物 他是林帝的长子 是这宫里 年龄最大的皇子 他在弟弟妹妹面前 永远是温柔大哥哥的模样 可其实 他也才十二三岁 是个大孩子罢了 林飞路听他讲完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是他自己的人生 有他母妃插手 已经够多了 他只是牵起他的手 笑着说 大皇兄 我们去把小狗找回来吧 林婷愣了愣 可是 那里十分偏远 小狗早已跑走 不知该去哪里找了 林飞路牵着的手 往外走去 今天找不到 我们就明天再去找 明天找不到 就后天再去找 一直到我们找到位置 林占远还在院子里 对他歪歪扭扭的雪人 看见他们出门 哒哒哒跑过来 养着小脑袋 眼巴巴问 兔子哥哥和妹妹去哪里 林飞路笑眯眯说 我们去找小狗 找回来陪你玩 林占远也不知道 跟谁学的撒娇 去扯林婷的衣角 我也想去 林婷就拉过六地冰凉的手 握在掌心 一手牵着妹妹 一起拉着弟弟 又变成那个 令人安心的温柔哥哥 好 一起去 林占远长这么大 离开明月宫的次数 屈直可数 外面的风景于他而言 是陌生又惊奇的 他心里有些怕 牵着兔子哥哥的手 一步一驱 小心翼翼打量 这个他没现过的新世界 林婷便问他 六地喜欢出来玩吗 他倒还知道他是六地 用力地点点头 喜欢 林婷温声说 那以后常带你出来 林占远说 带妹妹 林婷笑起来 好 带妹妹一起 放走小狗的地方 靠近皇宫外围 连巡逻的侍卫 都异常严肃凶杀 林婷走到那 破败庭院的门外 轻轻推开半场的红木门 喊了两声 长二 本想是从这里开始找起 结果三人方一进去 一团小白影子 就从堆积的厚厚的枯叶中 拱出来 摇着尾巴 冲到了林婷脚边 用小脑袋拱他脚踝 林婷又惊又喜 一把把他抱起来 也不在意 他唇白绒毛上 裹满的灰尘碎叶 开心了 你是在这里等我吗 也不知他听懂墨 只是尾巴摇得更欢了 林婷鼻尖红红的 凑下去亲他 又转头压制着激动 跟林飞露说 找到他了 他笑眯眯摸摸小狗的脑袋 长二乖 林詹远没见过这样的乖巧好看的小狗 在旁边眼睛都看直了 林婷抱了一会儿 就把小狗递给他 轻声说 以后长二 就交给六弟照顾了 林詹远不可置信地直指自己 听懂兔子哥哥的话 欢天喜地接过了小狗 林婷一直到傍晚 才会摇滑宫 尽管心中难过 但他还是知理 去向母妃请了安财回房 阮贵妃没对他多说什么 只是等他走了 才问汪洋 你说殿下今儿下午都在哪里 汪洋公声回道 回娘娘的话 明月宫 明月宫 阮贵妃实在对这个小宫殿 没时摸印象 直到旁边宫女提醒了一句没缘 才想起 是那个不受宠的兰贵人住的地方 汪洋继续道 殿下似乎与五公主相处甚好 他倒是知道 那位年纪小小的五公主 听说四皇子就是在他的监督下 才开始勤奋好学的 深得贤妃喜爱 阮贵妃对此倒不甚在意 指了话题未再多问 年关越来越近 内务府也增加各公用度 以便过年之用 林妃鹿又让青烟送了一筐银 探到翠竹居去 青烟早习惯公主 时不时给那头送温暖的举动 现在都跟守门的小思熟识了 不再像投资那么慌张 还会跟小思笑聊几句 这是林妃鹿来到这里后过的第一个年 她对过年没拾摸情怀 以前过年都是在世界各地旅游 没有年夜饭 也没有手碎走亲切 现在不一样了 萧兰老早就拉着她 一起捡窗花贴对脸 总是冷清的明月宫 也在冰天雪地间 染上了几分喜庆 就连院子里 那两个歪歪扭扭的雪人 萧兰都用剩下的布料边角 缝了一条红围巾 戴上之后 怪可爱的 林妃鹿自从听她说了 团年宴会上的 那九十九道龟仪宴 就有点馋 龟仪宴是大陵建国以来的传统 九十九道菜肴 无意重负 能一直流传到现在 想必十分美味 不过团年宴除了邀请皇亲国妻 能去的妃嫔 就只有皇后 贵妃以及四妃 皇子公主们 也不是都能去 还是得临帝赐宴 才有资格上殿 她是莫资格了 去长明殿 给贤妃请安的时候 撒娇让林景渊到时候 偷偷给她带出来尝尝 林景渊满口答应了 又嫌弃地说 其实龟仪宴很难吃的 林飞鹿 她说 又油又腻 而且因为宴席太大 端上来放了太久 冷冰冰的 我每年吃了肚子都不舒服 林飞鹿 那你们还每年都办 似乎察觉她的疑惑 林景渊主动解释道 虽然味道不好 但因是祖宗们传下来的规矩 吃了龟仪宴 来年国家才会风调雨顺 所以就算父皇不喜 每年也都会勉强自己 每道菜都尝一口的 林飞鹿惊讶了一下 父皇也不喜欢吃吗 林景渊 对啊 父皇跟我口味一样 吃不得太腻的 说到这里 他压低声音 偷偷给他分享小秘密 父皇每年宴席中途都会离场 其实就是去宴殿对面的梅园 吹风解腻去了 他偷偷跟过两次 还看见早有工人在梅园设了茶台 主查让父皇解腻呢 只是这种事不好对外人道 林帝都瞒着 只有林景渊这种胆大包天的性子 才敢搞跟踪 林飞鹿起先还在计划 等过完年 也该是时候 想办法接触接触这个最大NPC了 没想到无意得知这个秘密 简直就像是老天双手 奉上的机会 看林景渊的眼神 不由得多了几分喜爱 真是自己的小福宝呀 林景渊 小鹿妹妹 好像更崇拜我了 害羞 很快就到了大年三十那一天 明月宫喜气洋洋 萧兰还亲自下厨 跟云幽一起做了一桌子菜 吃过饭 天色渐渐暗下来 起先洋洋洒洒的细血 也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萧兰早早就让青年关了店门 屋内叹火燃地望 准备跟大家一起守岁 去喊林飞鹿的时候 才看到她换上了林念之 送她的那件红豆棚 提着一个篮子 上面盖着布 也不知装了些什么 衣服出门地打扮 萧兰一惊 天都快黑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林飞鹿没跟她说实话 我跟四皇兄约好了 她会带龟一宴 出来给我吃 萧兰哭笑不得 你这小馋鬼 天又黑又冷的 喂聊口吃的 往外跑 明日再吃 不行吗 林飞鹿严肃摇头 不行 明日冷了 就不好吃了 萧兰道 那我让青烟和松雨陪你过去 林飞鹿摇头 天还没黑呢 我自己去就行 宴殿那边人多口杂 叫旁人看见不好 今夜巡逻世卫多 不会有事的 萧兰还想说什么 她已经提着花灯一路跑走了 今夜宴殿灯火通明 歌舞升平 堪比春晚 参加宴席的皇亲国妻们 陆陆续续进攻 殿内欢声笑语 贺声不断 林帝是最后一个入场的 她一来 宴席才正式开始 敬完酒 归宴殿上席 林帝端坐高位 看着九十九道菜肴 一道道端上来 面上不做表露 心里已经开始叹气 又来了 御膳房的厨子 就不能把龟一宴做得好吃些吗 怎么就能难吃到这个地步呢 她生来便是太子 也就是从会说话开始 就在吃着龟一宴了 一年复一年 三十多年了 想到今后 还要再吃几十年 简直要命 偏生这只是她口味的问题 除了她的老四 其他人似乎都觉得还不错 不愧是模样最像她的老四 连口味都与自己一样 能体会到自己的心情 思极此 林帝不由地看向 坐在下方动来动去 好像屁股上尝了根刺的林景渊 端起酒杯 夸了贤妃几句 把贤妃夸得满心猛逼 我做了什么 我卫士魔突然被夸 等九十九道菜肴 全部上齐 林帝一一尝过 完成今年的任务 就迫不及待离席了 大家都习惯 她每年中途离席休息的举动 林帝不在 皇亲国妻们反而自在线 店内一片笑语连连 走到店外 工人已经提着灯 等在外面了 细声询问 陛下 还是去梅园吗 林帝忍着腹部的油腻之感 点了点头 因今晚雪大 她也就没叫工人提前去煮茶 打算吹吹风文文梅香就好 走到院墙外时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小小的说话声 雪花素素 那声音也细细碎碎碎的 听不大清 身边的工人正想出声感人 林帝略一挥手止住了 血下的这么大 天又这么黑 她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好 心智来这场梅 她放轻脚步走进去 透过簇簇艳丽红梅 看见梅树下 跪着一个裹着红豆棚的小女孩 小小的一团 被豆棚裹起来 样子都看不清 而她身后 居然用雪堆着四个雪娃娃 从大到小 有鼻子有眼睛 还缠着红围巾 有种煞有其事的可爱 林帝还是头一次看见雪人 心中不无惊奇 正立在原地打量 就听到那小女孩 跪在地上 乃声乃气的许愿 神仙娘娘 你能听见吗 能听见的话 你就吹一吹风 雪夜本就有风 她这话一说 风声不停 于是一脸高兴道 神仙娘娘你听见了 那我开始许愿了 林帝 只见小女孩认真的拜了拜 合在身前的小手 动得通红 一字一句道 一怨父皇圣体安康 世间清平 说一个愿望 她便磕头拜一拜 二怨母妃吉祥如意 笑颜常在 三怨哥哥 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林帝听到她说父皇时 就惊讶得看了过去 心道这竟是自己的孩子吗 可她怎么不记得 不对 是有一个 是兰桂人生的那个五公主 原以为跟她哥哥一样 是个傻子 可此刻看来 竟是口齿伶俐 丝毫没有吃傻争状 她从未见过 自己这个女儿 现在见到 听她诚心许的这三个愿望 竟是将自己排在第一位 小小年纪 却运势清平 心中不无震惊 这三个愿望许完 最后一个 便轮到她自己 林帝心道 正道要看看 你所求的是什么 就听见小女孩 吞了吞口水 一副馋得不行的样子 可怜巴巴地说 寺院 寺院小路 可以尝一尝归一宴 神仙娘娘 一口就好 林帝没忍住 扑的一声笑出来了 这笑声惊吓到她 她飞快朝拱门处 看了一眼 手忙脚乱地爬起来 转头就往梅林里钻 林帝快步上前 开口道 你别跑 身边的太监 举起弓灯 往前照去 林帝走到那四个雪人跟前 离得近了 才发现 这四个雪人 有大有小 有男有女 最大的那个 好像就是自己 她在梅林中 找了一会儿 不见人 直到听到头上的动静 抬头一看 才发现 被惊吓到的小女孩 不知何时爬上了树 正抱着 一根粗壮的枝芽 小心翼翼地往下看 豆鹏从两边滑落 她抱树的姿势 憨态可拘 看上去又笨又可爱 花灯映照下的眼眸 水汪汪的 富如雪白 小嘴巴 抿成一条线 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林帝不由地乐道 你爬上去做什么 不怕摔了 她抿着唇 看了她一会儿 小声问 你是谁 她不认识自己 倒也正常 她从未见过自己 林帝有心逗她 便道 我是神仙娘娘 派来实现你愿望的 谁知她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奶胸奶胸的胸塔 我看上那抹好片吗 林帝哈哈大笑 她撅了下嘴 不知是不是力气用光了 身子滑了一下 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林帝赶紧走到树下伸出手道 你先下来 小女孩可怜极了 我 我不敢 林帝说 跳下来 我接着你 她眼巴巴地看着她 声音软软的 不确定地问 真的吗 你真的会接住我吗 林帝说 真的 来 只见她深吸了口气 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 眼睛一闭 松开手 小小的一团 就朝她怀里落下来 林帝也是习武之人 这霉数也不算高 接个小女孩 还是没问题的 满树梅花 随着她的动作 速速而落 小团子裹着红豆棚 掉进她怀里 艳丽红霉落了她一身 像从梅花林里 跑出来的小精灵 她睁开眼 飞溜溜的眼珠子 四下看了一圈 然后甜甜朝她笑起来 你接住我了 那梨窝若隐若现 漂亮又乖巧 林帝突然有种 自己白下了这么多年的悔感 小团子在她怀里扭了扭 奶声奶气说 谢谢伯伯 林帝如今三十七八 是个正直壮年的魅力大叔 看她那几个儿女 就知道她颜值不低 总的来说 还是十分英明神武的 她挑了下眉梢 把小团子放下来 钉扁大个小人 个头还不如她腿高 红豆蓬趁得肌肤似血 眉眼如星 她一仰头 兜帽就从脑后滑下来 露出头顶两个小啾啾 啾啾上 缠了两根红丝带 乖巧地垂在耳边 粉雕玉琢磊 玉琢磊可爱 简直像年花里走出来的小仙童 她想起萧兰的美貌 这小团子倒是继承了十分 林帝在她面前半蹲下来 摸摸她的小啾啾 笑问 你叫小鹿 小团子点点头 是啊 林帝又问 这磨完了 又下着雪 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团子下意识回答 我在等 她秃地抿住唇 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 林帝失笑 等什么 小团子紧抿着小嘴巴摇头 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不说话 林帝想了想 又指了指旁边四个雪人 这是你做的 她这才开口 声音软蒙蒙的 对 这是雪娃娃 林帝仔细打亮了几眼 发现雪娃娃的眼睛是果核 鼻子是一根胡萝卜 脖子上还缠着红围巾 有种又丑又怪的可爱之感 像是这小团子能做出来的事 她指着那个最大的雪人问 这是谁 小团子说 那是我父皇 她不等她继续问 自己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跑过去 挨个挨个指给她看 这是我母妃 这是我哥哥 这个是我 说完了 非常自豪地说了一句 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 林帝想起萧兰和那个傻儿子 眼底部有些复杂 但眼前的小团子又实在可爱 她内心一时五味沉杂 这时 提灯的太监也走了过来 灯光照过来 驱散了大雪中的黑暗 小团子还自顾蹲在雪娃娃前 兴奋地跟她说这雪人是怎么堆的 转过头来时 不知瞧见什么 神情秃地顿住了 林帝正偏头听着 见她停了 笑问 怎么了 却见她目光落在自己衣服上 今日团年宴 她自是穿着正式 黑红衣袍上 袖着龙纹 小团子可爱的眉头 渐渐锁起来 看了看龙纹 又看了看她 过了好半天 才迟疑着小声问 你 你是 陛下吗 真是个冰雪聪明的小团子 林帝笑道 你说呢 小团子方才轻快可爱的神情顿时消失 她像是有些紧张 又有些害怕 愣愣地往后挪了挪 离得远了一些 远不如刚才同她的亲近 然后在雪地跪下来 端端正正地朝她行礼 小五拜见父皇 细听 那奶声奶气的声音里 有些颤抖 看来是自己 把她吓着了 林帝走过去 把她拉起来 蹲在她面前 细细打量 感慨道 朕的五公主 原来长这个模样 刚才生动林立的小团子 此时垂下了眸 再不敢像刚才那样 同她说话 小身影缩在豆棚里 连头上的小啾啾 都显得有些可怜 林帝摸摸她脑袋 不由放柔声音道 朕是你父皇 你不必怕朕 她抬头看了她一眼 又飞快低下头去 旁边太监提醒道 陛下 时间到了 该回去了 毕竟是团年夜 中途放风结束 还得回去继续参加 林帝刚点了点头 就听小团子 迫不及待的小声说 小五公送父皇 林帝乐了 赶朕走呢 她垂着小脑袋摇头 一摇啾啾 也跟着晃 林帝站起身 胆啊 胆身上的落雪 吩咐身边的太监 找两个人 送五公主回宫 天黑露滑 小心照看 太监还默说话 小团子有些着急地说 我不回去 我还在等人 林帝瞅了她两眼 哦 等谁 她这一下知道她是父皇 倒不敢隐瞒了 小声道 等四皇兄给我拿吃的出来 林帝差点笑出声 这小团子是真的馋 难怪方才在殿上老四坐立不安 频频往外看 合住是两人约好了 血液团年 倒不好扫了两个小家伙的心 这小团子初见自己 本就有些害怕 还是不要留下 让她更怕她的印象了 过年巡逻世卫多 宫中倒是安全 思极此 林帝便也莫抢求 嘱咐她几句之后 便随着太监离开 等她回到殿上时 往贤妃的方向一看 林景渊果然已经离喜 她不由的脸上带了些笑意 席间众人献陛下心情大好 又是一番敬酒祝贺 宴席之上好不欢乐 而另一头 踢着小时和偷溜出来的林景渊 也在约定的地方 看见了林飞路 她有些高兴 步子都迈快了一些 跑到她身边时 却见她看着 远处夜色在走神 连她来了都没发现 林景渊伸手在她眼前虚晃了一下 小鹿 她吓了一跳 回神看到她 这才敏唇笑起来 景渊哥哥 你出来了 林景渊在她身边坐下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你快尝尝 还热着 我挑的都是味道不错的那几样菜 林飞路点点头 接过筷子吃起来 尝过之后 软声对她说 好吃 谢谢景渊哥哥 话是这么说 但林景渊总觉得她 好像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明明很期待归一宴的 如今尝到 怎么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呢 不由问道 小鹿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林飞路加菜的动作一顿 抿了下唇 抬眸看了她一眼 像是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勉励笑了一下 小生说 没有啦 就是有点冷 她虽然神经大条 但还是察觉她莫说实话 但小鹿不愿意说 她也就没有追问 知道 那你快吃 吃完了我送你回去 林飞路乖巧点头 大年夜的雪一日早上就停了 新年的第一天 天光放晴 是个好兆头 昨夜守岁 大家都是凌晨才睡去 明月宫一向门可罗雀 无人拜访 萧兰也就不着急起床 大家一起睡懒觉 没想到临近中午 紧闭的店门突然被敲响 首夜的青烟 赶紧披了衣服去开门 带看青来人 吓了一跳 门外站的 竟是在皇帝身边服侍的太监 他身后 还跟着一群工人 手里都端着石盒 太监笑盈盈道 请姑娘的早 陛下赐了皈衣菜肴 给五公主 御膳房刚做出来的 还热着呢 青烟眼睛都瞪大了 好在是宫里的老人 没失了一态 赶紧将人迎进来 又急急去请萧兰 萧兰也是一脸震惊 赶紧洗漱穿衣 稍微收拾妥贴出门的时候 那十几道菜肴 已经摆上桌了 太监站在门口笑道 奴才们就不打扰公主用膳了 告退 萧兰这时回过神来 朝青烟使了个眼色 青烟掏出一袋银子 递给了太监 太监假意推脱两下便收了 带着一群人离开 带人一走 青烟才茫然问萧兰 娘娘 这是什么情况啊 萧兰想到昨夜女儿的行为 心头一时十分复杂 她吩咐清烟 去叫月儿起来吃饭吧 自己则走进林飞路的房间 去叫她 林飞路悬睡着 被萧兰唤醒 刚揉了揉眼睛 便听萧兰问 萧兰 你昨晚见到陛下了 林飞路缓了一会儿 笑起来 父皇赏了什么给我 萧兰道 归一夜 她从床上爬起来 萧兰便给她穿衣 趁着洗漱期间 她将昨夜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遍 她没有告诉萧兰 这是她故意未知 只说是在等林景渊的时候 无意撞见 萧兰道也默起疑 只叹着气摸摸她的头说 你生得这般聪明 娘也不知是好是坏 今后与陛下相处 要万事小心 林飞路认真地点点头 明月宫今日的午膳 便是归一夜了 她如愿以偿 每道菜都尝了一遍 这十几道菜 是林帝从九十九道菜肴里 挑出的 她觉得不错的那几道 又是新出锅的 味道自然极佳 林飞路大饱口福 心情半爽 后宫却因为此事 炸开了锅 不是说 萧兰绝无赴宠的可能吗 怎么这开年第一天 陛下 就往明月宫赏东西了 更加叫人疑惑的是 赏的不是什么珍宝锦端 而是十几道菜 陛下这是什么路说 好叫人摸不清头脑啊 直到午后十分 才传出消息 说那十几道菜肴 不是赏给兰贵人 而是赏给五公主的 众人一听 更加好奇 这位五公主 在陛下面前 一向查无此人 怎么突然无声无息 就进入陛下视线 还受了赏赐 虽说跟兰贵人无关 但一旦五公主或宠 母嫔子贵 萧兰的好日子 还会远吗 后宫之前落井下石的那些妃嫔 一时有些惶惶 贤妃听闻此事 倒是很高兴 在宫里跟宫女聊了几句 恰好被林锦渊听到 林锦渊本就一直在猜测 昨晚小鹿妹妹的异样 因何而起 此时听闻此事 联想到昨晚 她的欲言又止 顿时坐不住了 一溜烟地 跑去了明月宫 林飞路正抱着长耳 坐在门槛上 给她喂食 见她过来 刚喊了一声 锦渊哥哥 就听她迫不及待问 你昨晚见到父皇了 林飞路本来笑盈盈的 听她这话 神情一正 顿时有些紧张地低下头去 一副做错事 手足无措的表情 她埋着小脑袋 小气音哽咽地传出来 锦渊哥哥 对不起 她抬头看着她 眼眶有点红 小鼻梁也红红的 小乃鹰断断续续说 我 我只是 想见一现父皇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林锦渊心疼死了 赶紧哄她 不哭 不哭 她抽气着道 我本来 本来昨晚 就想告诉你 可我怕你生气 林锦渊大声反驳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 何况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她一副同仇敌忆的语气 你自出生以来 就没见过父皇 连她常什么样都不知道 平日又总听我们说起 想见她 也是情有可原啊 她说完 又挠了脑脑袋 忍不住 那你是怎么见到父皇的 你们都说了什么 林飞鹿 睫毛湿润 挂着泪滴 认认真真道 我藏在梅园的树上 只想偷偷看一看父皇 但是没想到 被她发现了 林锦渊 你怎么能爬树 多危险啊 林飞鹿省去一些步骤 把经过说于她听 林锦渊听完 一脸不可思议 所以 你见着父皇 就跟她说你想吃龟一宴 林飞鹿 对啊 林锦渊 恨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 你是不是傻呀 有献父皇的机会 你要什么龟一宴 你朝她要入太学的资格啊 她痛心疾首 看着自己的傻妹妹 大好的机会 都被你浪费了